霸天五魂,第2681章 能伤你一次,就能伤第二次 作者,千里牧尘 灵霄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修为封印已经崩碎 甚至修为也已经攀升到了一转阴阳境十层地狱巅峰十层力量 只差一步,便可摧枯拉朽一般突破到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修为 一旦到了那个修为 紫雷将军将不会再是他的对手 希望越来越大,灵霄的战役也越来越旺盛 之前是被紫雷将军拦住,不得不战 而现在,他却是不想走了 不把这修为突破,他真得不愿意离开雷都 能伤到你第一次,就能伤到你第二次 紫雷将军,你太傲慢了 所以根本看不清我的力量正在不断提升 之前我以为,我无法击败你 我只想逃走 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或许真的可以将你击败 顶级雷电战体,血雷附体 顶级熔岩战体,熔岩附体 爆吼声中,灵霄的身体表面 竟然布满了血红色的雷电 还有那滚烫灼热的岩浆 而这一刻,他的战斗力再度攀升 这一幕,看得许多人不由地大喊起来 灵霄给他们的惊喜 太多太多了 一次次,一幕幕,让他们感慨无限啊 然而灵霄知道,这还没有完 霸天武魂天龙之力,已经用了出来 接下来,该是神皇之力了 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起 天空之中,仿佛有天龙和神皇在盘旋飞舞 而后融入到灵霄的身体之中 灵霄的实力,还在提升 那就让我再试试吧 你的毁灭紫雷戟,到底有多强 暗影武学,暗影剑魔 画镜 就在灵霄方才与紫雷将军战斗的过程中 灵霄的这一招,再度晋升 终于达到了画镜 威力提升数倍 双剑齐鸣,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什么? 紫雷将军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甚至还有那么一抹恐惧在他的眼中一闪而过 他依然挥舞着手中的长脊 狠狠砸了上去 企图像之前那一次一样 把灵霄直接击飞出去 最起码,也要击退 然而 咔嚓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声清脆的声响传出 紫雷将军手中的长脊 居然出现了裂痕 这一幕,让围观的人群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让紫雷将军目光剧烈颤抖起来 给我碎啊 灵霄爆吼一声 那长脊就仿佛玻璃一般被双剑击碎 那可是与八仙剑同样档次的神品灵器啊 就这么被轻易击碎了 紫雷将军惊愕不已 然而灵霄的攻击已经袭来 一往无前就仿佛催命的鬼神之刃一般 无可阻挡 看到这一幕 人们都是目瞪口呆 紫雷将军成名的兵刃 竟然碎了 那把陪伴着紫雷将军 走过数十载的神品灵器 竟然被直接打碎 这不是在做梦吧 好可怕的少年 好强大的剑修 难怪别人都说 剑克是这个世上攻击最强的存在 以前我不信 但现在我信了 那个灵霄 太强了 是啊 我们甚至都快忘记了 他的修为只是十层地狱巅峰啊 距离紫雷将军相差甚远 那能怪我们吗 这战斗看起来 竟然有点气骨相当的味道 究竟是紫雷将军名不副实 还是灵霄真得太强 太天才 太妖念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紫雷将军也无法回答他们 因为此时的他 脸色可不怎么好看 之前一直傲慢无比 不把灵霄当成对手的他 此时却不得不面对手中冰刃被毁 灵霄攻击起来的现实 好快的剑 好犀利的剑也 躲不开了 紫雷将军可是个高手 他很明白对方的剑有多么强大 之前他还曾鄙视孤天霸无能 竟然会被灵霄杀死 但此时此刻他不那么想了 这样的剑连他都躲不开 更何况孤天霸 但就这样结束吗 当然不会 实力的差距可不是一些辅助能力就能弥补的 紫雷将军脸色阴沉 双掌上下翻飞 没了武器 他还有紫雷武魂 紫雷在疯狂的咆哮 使把毁灭紫雷戟冲向了灵霄 要将灵霄的剑彻底阻隔 轰隆 剑与戟的碰撞 引发了天地之间恐怖的能量战争 紫色和红色的光芒交相辉映 璀璨无比 以至于很多人竟然短暂失明 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围的气息 透着毁灭与杀伐 却不知道来自于哪一方 终于碰撞结束 两道人影从那光芒闪耀的中心退了出来 人们死死地盯着他们 都想知道 这一击究竟如何了 破 紫雷将军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上所穿的甲皱 竟然寸寸碎裂 可怕的血痕遍布全身上下 滴滴鲜血不断坠落 这个场面简直触目惊心 然而灵霄那边却诡异的没有丝毫伤事 只是看起来气息有些虚弱 难道灵霄赢了 不可能啊 他怎么可能在紫雷将军的攻击之下 全然无伤 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 灵霄背后的翡翠玉兔兽魂消失了 那是因为关键时刻 翡翠玉兔兽魂释放出了翠玉绝 保护了灵霄 却导致能量枯竭 魂和受损 不得不回到灵霄的身体之中修养 紫雷将军 果然是紫雷将军 如果换了别的人 同样的修为之下 恐怕也得死在我这一件之下吧 灵霄心中有些惋惜 刚刚这一击几乎是他目前所有力量的凝聚了 而且一切都是那么流畅 刺向紫雷将军的那一瞬 为了让效果更强 他甚至把白虎之力也融入了进去 唯一没有用的 怕就是蝶女之魂和霸天宇宙的力量了 啊 沉默了许久 紫雷将军爆发出了惊人的吼叫声 全身的伤痕 竟然在快速地愈合 他死死地盯着灵霄 一字一顿 用这世上最银寒的语气说道 你敢伤我 你竟然敢伤我 看起来 我真的有些小看你了 你有资格让我施展全力了 他的话 让人群一阵唏嘘 恐怕灵霄真得到此为止了 那么厉害的一击 竟然没有给紫雷将军造成重创 真不愧是天雷军团中最强的存在 他要是发挥全部的实力 该有多么恐怖啊 是啊 可惜灵霄了 神迹果然不是那么好创造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2章 必死之人 奇鬼的见解 资格 资格 你总是说资格 好像你占了多大优势死的 不觉得自己的话 实在可笑吗 看着紫雷将军 灵霄眼中透出强烈的厌恶 这个人 真得是让人觉得可笑 更是讨厌 明明修为比灵霄强大得多 可是整个过程却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还口口声声 好像自己让着灵霄似的 光是这张嘴 就给了灵霄将他彻底击败的理由 可笑 不 你很快就会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紫雷武魂 融合 紫雷将军其实也没想到 灵霄竟然可以将他逼到现在这种程度 让他不得不动用最后的手段 狂暴的紫雷武魂 瞬间冲进他的身体之中 而后 他整个人的皮肤都变成了紫色 恐怖的雷电 在肌肤之上跳跃 此时的他 俨然宛若一尊真正的雷神 如果仅仅如此 还只是外形变化而已 但实际并非这样 随着武魂融合那一瞬 紫雷将军的气息也开始急速攀升 甚至给了人们一种错觉 站在那里的 已经不是紫雷将军 而是强大的雷神殿尊 哄 恐怖的轰鸣声 从紫雷将军身躯之中爆发 而后冲破云霄 将天空中的阴晕彻底击碎 而这一刻 他竟然将自己的气息 攀升到了一转阴阳境 十一层巅峰 虽然这并非真正的修为 只是因为融合了紫雷武魂 所以让实力看起来 达到了那个程度 但依然让人惊恐不已 这股气息太强大 太可怕了 甚至能够瞬间摧毁 一个武者的信心 紫雷将军 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实力吧 亏我之前还以为 灵霄会有机会呢 现在看起来 紫雷将军真得只是在玩 而灵霄 彻底没有希望了 人群中 魔龙叫的魔龙使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实在有些可笑 确实 灵霄必死无疑了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想法 包括小金 对灵霄也是充满了深深的担忧 但此时有蓝雷将军拖住他 他根本无法过去援救 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后期 修为的紫雷将军 已经足够恐怖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虽然灵霄有所反抗 但紫雷将军总体上 还是占优的 而如今 紫雷将军的实力 攀升到令人惊恐的十一层地狱巅峰 灵霄可能根本就无法挡住他任何一击了 果然 神迹终究只是由神来创造 普通人 根本就不可能 灵霄的眉头 紧紧皱在了一起 确实 对方融合武魂之后 战斗力暴增之下 他几乎已经没有办法与其抗衡了 除非动用蝶女之魂和霸天宇宙之力 但真的已经到了必须动用底牌的时候了吗 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对抗对手吗 他心里头实在不愿意那么做 人群之中 那些三大家族残存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 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终于 灵霄终于要死了 这个可怕的魔鬼 但身为紫雷将军的同仁 蓝雷将军心中却是无比的感慨 这小子 竟然能够将强大的紫雷将军 逼迫到如此程度 这可是连我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算是死了 也足以自豪了 此时此刻 没有任何人觉得 灵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取胜希望 当紫雷将军战斗力飙升的这一瞬 人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灵霄死亡的样子 紫雷将军 也是冷然看着灵霄 没了之前的狼狈和恐惧 再度恢复到了之前 那骄傲的面容 他以居高灵下的姿态俯视灵霄 淡淡道 能够让本将军 融合紫雷武魂 整个陈国 你也是第一个 所以 你不用觉得自己死的冤枉 相反 你可以引以为傲 灵霄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看着紫雷将军 太极眼在疯狂的运转之中 紫雷将军的傲慢 再一次给了他机会 他收起了一把八仙剑 只留其中一把 而后 整个人仿佛与周围的空间 完全融为一体 那一瞬 他动了 突然动了 速度慢到让人着急 手中常见直刺紫雷将军凶枪要害 可是这种速度 怎么可能刺中 看起来 这一剑朴实无华 毫无任何特殊之处 如果非要说特殊 那就是太慢了 比一般舞者的攻击速度更慢 甚至可以说 普通道还不如灵霄之前那些攻击 紫雷将军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是打算自暴自弃了吗 我倒是理解你 面对一个完全无法击败的敌人 你恐怕也只能这么做了 冷笑声中 他轻轻抬起右手 闪烁着紫蓝色光芒的右手 要将这一剑直接抓住 在他看来 如此慢的一剑 如此普通的一剑 如此让人感觉到可笑的一剑 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该结束了 紫雷将军的笑意 再度绽放 然而这笑容 却在下一个瞬间 疏然冻结 那普通道 让人提不起任何性质的剑招 却在这一瞬间 发生了改变 原本慢道令人着急的这一剑 却在紫雷将军的手 与灵霄的剑 即将接触的那一瞬间 疏然加快 而且 是瞬间提升到了速度的极致 之前是慢道让人着急 这一瞬 却是快到令人惊讶 剑 划过紫雷将军的手臂 刺向了紫雷将军的胸膛 一股阴森的杀伐之意 从剑剑之中渗透出来 冲斥紫雷将军的全身 不好 紫雷将军此时才觉得事情不对 他全身雷电暴虐 恐怖的气息朝外蹦射 双手狠狠拍向了灵霄 迟了 快慢剑意 暗影剑魔 快慢剑意 是灵霄 昔日领悟的剑意 是在白虎大陆的白虎风云会上领悟的 来到玄武大陆之后 就从未用过 今天施展出来 是因为这一招比较隐晦 只是剑意 一般人也不会把他跟白虎大陆的灵霄联系起来 而且更因为这快慢剑意 往往能够出人意料 可以让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竟然伤到紫雷将军 灵霄脸色淡然 毫无感情 随着他口中声音响起 他的身体 也完全融入到了剑光之中 竟然瞬间避开了紫雷将军的阻挡 继续向前刺去 是 一声轻响 却让无数人心中为之颤抖 因为灵霄的剑 刺中了紫雷将军 甚至刺穿了紫雷护体 刺进了紫雷将军的肌肤之中 而后 穿透了紫雷将军的胸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3章 好兄弟 燃烧生命的战斗 轰隆 所有人的大脑 都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 浑浑噩噩的 完全不敢相信看到的这一切 这怎么可能 灵霄竟然又一次伤到了紫雷将军 而且看起来竟是如此容易 是为什么 要知道 当紫雷将军的实力攀升至十一层巅峰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认为 灵霄会被紫雷将军轻易杀死 包括小金 也是这样的想法 他甚至想着自己受伤 也要过去援助灵霄 然而 灵霄却没有丝毫的激动 他的样子 依然是那么镇定 那么平静 而后 他用这犀利的一剑 用这样直观的事实 告诉了所有人 也震撼了所有人 刺穿紫雷将军的身体 兰雷将军的目光 疏然间也呆滞了 灵霄的剑 竟然刺入到了紫雷将军的身体之中 这究竟怎么回事 统帅 他大声喊了起来 就要去援救紫雷将军 不过这一次 却被小金拦住了 之前是他对紫雷将军自信满满 认为灵霄绝无可能对紫雷将军 造成任何伤害 甚至当紫雷将军的实力暴涨之后 灵霄便将必死无疑 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个巴掌 之前他阻拦小金 现在却轮到小金阻拦他 而那些三大家族的余孽 脸上的笑容 此时变得非常尴尬 就仿佛胶水凝固了一般 难看得很 谁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能这样 啊 紫雷将军看着自己胸腔中那把长剑 原本竖起来的头发 瞬间披散开来 爆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 他的身体在那一刻 仿佛成为了一股雷霆之怒 恐怖的毁灭气息 在迅速膨胀 死 给我去死 去死 去死 紫雷将军 仿佛疯了一般怒吼起来 身体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 朝着灵霄的身体 疯狂宣泄出去 距离太近 灵霄根本不可能躲开 但他还有重重防御的能力 玉灵雷光盾 大圆满 身前出现了一道道雷光交织而成的防御盾牌 不过即便如此 恐怖的力量依旧还是击碎 这玉灵雷光盾狠狠撞击在了灵霄的身上 好在经过削弱 威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可是灵霄依然听到了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迅速倒飞出去 紫雷将军已经疯了 他不可能让灵霄再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释放出恐怖的能量之后 紫雷将军向前跨出一步 追上了灵霄 而后双拳同时轰出 狠狠砸在了灵霄的身体之上 将灵霄砸的鲜血再度从口中喷涌 杀 杀 杀 紫雷将军明显受到了刺激 在他实力暴涨的情况下 灵霄竟然用剑刺穿了他的身体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如果不是他关键时刻避过了要害 恐怕此时的他已经死了 这种从未有过的屈辱 让他彻底疯狂 他仿佛真得化作战场上可怕的杀神 要将灵霄彻底的摧毁 要将眼前的一切全部毁灭 老大 突然 小金冲了过来 他拼着被蓝雷将军狠狠击中一掌 冲了过来 就算他死 也不能让自己的老大灵霄死 恐怖的九幽黄泉 金光暴射向了紫雷将军 这金光 让紫雷将军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感觉 他虽然很想加快速度 将灵霄击杀 可是却也不想自己受伤 看着似乎已经没有反抗之力的灵霄 紫雷将军暗暗私存 反正你也是必死之人 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既然如此 就杀了你的战宠 然后再灭了你 他暴怒地迎向了小金 一人一兽 在天空之中开始大战 小金虽然被蓝雷将军击伤 但毕竟是吞噬魔胎 以凝聚而成的躯体 抵抗力 还是相当强的 此时与暴怒的紫雷将军战斗在一起 虽然处在下风 不过短时间内却绝不会败 灵霄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天空中的战斗 并没有说话 小金拼着受伤 为他争取来的时间 他一定要好好把握 刚刚紫雷将军那一连串的攻击 确实做得他好惨 不过却并没有伤到他的根本 反而将他修为晋升的通道 完全开启 让他可以开始 顺顺当当晋升修为 一旦修为提升 他就可以替换小金 来完成这场战斗 生命武魂在他身后 不断释放出治愈的生命之光 血灵丹则加速恢复他身体的一切消耗和损伤 双管齐下 他的修为提升非常快 身体愈合的同时 修为也在加速攀升 紫雷将军似乎察觉到了灵霄的异状 大声冲着蓝雷将军吼道 杀了他 快杀了那个家伙 他在突破 不知道从何时起 紫雷将军对灵霄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灵霄在十层地狱修为 已经让他吃尽了苦头 一旦突破到十一层地狱 那该有多么强大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 但是此时此刻 他却无法快速击败小金 便大声对蓝雷将军喊道 他的喊声 不光蓝雷将军听到了 三大家族 还剩下的两万多人也听到了 他们都仿佛嗜血的恶魔一般站了起来 眼中透出强烈的仇恨 然后朝着灵霄冲了过去 这是机会 他们唯一的机会 只有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才能复仇 才能将灵霄诛杀 否则错过了这次 恐怕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老大 小金又一次慌了 身体之中释放出一股可怕的气息 他在燃烧生命 那个战宠跟灵霄感情 居然如此之深 不惜燃烧生命 也要帮助灵霄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小金这一次真打算拼了 纵然是燃烧生命 也要保护好灵霄 小金 你给我住手 灵霄已经做出决定了 他要动用自己最后的手段 他要释放蝶女之魂 释放霸天武魂 哪怕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他也绝不能看着小金送死 燃烧生命 这是所有妖兽都会的特技 但一生只能用一次 而且燃烧之后的生命 是永远无法恢复的 这对小金来说 绝对是一个 没有退路的可怕选择 既然如此 灵霄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要战 要释放 不为别的 只为小金 愿意为了他拼命 然而此时的小金 已经似乎丧失了理智 信念之中 唯一还清楚的 就是保护灵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4章 血腥鼠魔 灵霄的怒火 小金依旧在燃烧生命 同时 实力也在疯狂暴增 即便是子雷将军 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不过小金直接舍弃了他 朝着地面 喷出了一道道恐怖的金光 那些攻向灵霄的人 一个个被轻易诛杀 两万多人 瞬间就剩下了一万多 然而小金的这种做法 却给了子雷将军机会 即便是燃烧生命 小金现在的战斗力 也就跟子雷将军相当 子雷将军从后面偷袭 一拳将小金轰在了地面上 看得出来 小金非常痛苦 但他还是拍打着翅膀 站了起来 发出了嘹亮的鸣叫声 响彻整个雷毒 好忠诚的战宠 也好强大 不过可惜了 燃烧生命 如果超过十分钟 就彻底没救了 十分钟以内 还可以救过来 只是此时此刻 谁来救他呢 人群中 魔龙使叹了口气 对于灵霄和小金 这一人一兽 他真的是非常器重啊 即便灵霄杀了波野渊 杀了他魔龙教的人 他依然觉得 灵霄是绝对 可以争取的对象 只可惜 今天恐怕这一人一兽 都要死在这里了 我让你住手 突然间 灵霄头顶 一扇巨大的地狱之门开启 十一层地狱的气息 完全释放出来 那一瞬 灵霄一掌 轰飞了蓝雷将军 而后杀向了紫雷将军 轰隆 两人于半空之中 再度交战 这一次 两人同时倒退 只不过 灵霄在倒退过程中 还有机会将小金 强行收进授界之中 七分钟时间 还好 看了看时间 灵霄松了口气 进入授界的小金 重新变回了 巴掌大的小鸟状态 他现在 显得非常虚弱 就像是一只 奄奄一息的小麻雀 老大 我真没用 到底也没能 击败紫雷将军 小金苦笑道 废话 灵霄非常严厉地说道 我告诉你 如果以后 你再有这样的举动 咱们这兄弟 就不要做了 虽然嘴上严厉 可是灵霄心中 却是无比的感动 他的朋友很多 但真正能够 与他生死与共的朋友 并不算太多 小金 也就是灵严 显然要算一个 人生在世 武道巅峰 算是一种成就 而多几个像小金这样的朋友 同样是无比奢侈的成就 能够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 保护你的兄弟 你也应该一辈子保护他 放心吧兄弟 你为我舍命 我怎能不替你报仇 本来我只想逃 但今天 紫雷将军必须得死 灵霄的双目 骤然间变得血红 身体之中 释放出一股可怕的残忍 这种残忍 只有当年 他为了给两个朋友报仇 屠杀百万敌军的时候 才有过 他的身体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觉醒了 霸天宇宙之中 紫神星座之上 第三颗星 开始渐渐变亮 灵霄知道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第三颗星 便意味着紫神神通 将会觉醒第三种 会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觉醒 必然非同一般 曾经的纵地金光树 嗜血鼠疫 都强大恐怖无比 那么这第三种神通 也必然不可能比这两种弱 灵霄非常期待 觉醒 血腥鼠魔 这样的字眼 突然就出现在了 灵霄的脑海之中 那一瞬 灵霄发现自己的身体 正在开始变化 原本的紫电雷牛兽魂变身 被强行中止 一套崭新的血腥铠甲 套在了他的身上 他整个人 都透着死亡和绝望的气息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 都彻底摧毁 这种力量 好强 甚至感觉比蝶女之魂 带给我的力量 还要更强 如今的蝶女之魂 顶多能提升 一个小境界的战斗力 可这种力量 却可以直接 让我在一个境界之中 达到巅峰 现在我的修为 刚刚突破 一转阴阳镜 十一层地狱前期 以这种实力 与紫雷将军对战 虽然不再会像之前那样被动 但也绝对不可能速战速决 拖得久了 必然生变 但如果是十一层地狱巅峰 那结果会如何 林霄的脸上露出了璀璨的笑容 这场战斗 终于可以彻底结束了 他的战斗力 飙升到一转十一层地狱巅峰 那等弱比紫雷将军强大得多 毕竟他的基础战斗力 更为恐怖 所以同样的修为 他自然比对手更强 只是血腥鼠魔的提升 却有一定的缺陷 现在实力提升到十一层地狱巅峰 等战斗结束之后 恢复本来形态的林霄 不仅提升的修为会消失 甚至还要付出修为降低的代价 这个降低的修为多少 跟提升是成正比的 林霄从十一层地狱前期 提升到十一层地狱巅峰 一共是提升了三个小境界 那么降低修为 也是三个小境界 也就是说 此战结束之后 他的修为将会跌落到 一转阴阳进十层地狱中期 不过这又如何 有了突破的经验 再加上身体之中 蕴藏的强大潜能 林霄想要将修为恢复 根本不需要多长时间 这同样也是他的优势 所以这个血腥鼠膜 对别人而言 兴许非常危险 可对他而言 却并不算什么 好兄弟小金 为了他都可以舍弃生命 他付出的代价 不过是降低修为而已 有何畏惧 当然了 这血腥鼠膜 毕竟不是正道 能不用 以后还是 尽量不要用的 除非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危急场面 不然每次都要下降修为 那感觉可不太爽 老大 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小金惊讶地看着实力暴涨的林霄 露出了惊讶之色 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我要用这些人的鲜血 来为你讨回公道 林霄笑了笑 中断了与小金之间的对话 而后看向了紫雷将军 看向了所有刚刚企图偷袭他的人 如果不是这些人 小金就不会燃烧生命 尽管在十分钟以内还可以恢复 可是要恢复 最起码也得半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 小金都要昏迷不醒 而昏迷不醒这个过程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林霄绝不能饶恕这些人 本来 我决定 逃了也就是了 但现在 我打算杀光你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 林霄的语调非常平淡 仿佛说的不是杀人 仅仅只是说一件稀疯平常的小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5章 雷神法香 VS血腥鼠魔 我要你们所有人 都去死 林霄这番话 听起来非常平淡 然而这话 却让所有人心头一颤 尤其是看到林霄 那双星红的眼睛 那星红色的铠甲 如同恶魔一般争鸣 所有人都死死盯着林霄 那星红色的静气 恐怖的杀气 弥漫整个空间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内心深处的恐惧 林霄的杀意 攀升到了极致 他不再控制自己 不再委屈自己 尤其是看到小金 因为救他 而昏迷不醒 他彻底被震怒了 周围那些三大家族的余孽 都惊恐地看着林霄 甚至不敢直视 他的眼睛 一个个双腿打仗 明明想要后退 可是却发现 双腿仿佛灌满了千亿板 根本无法动弹了 子雷将军 也异常惊愕地 看着这个少年 明明他之前 差一点就可以杀死的家伙 现在却拥有着与他 相当的可怕气息 不 或许比他更可怕 难道也是燃烧生命 除了燃烧生命 他想不出 还有别的什么可能 不管你做了什么 都别想 再从本将军的手中逃脱 子雷将军冷力地看着林霄 虽然同样居高临下 却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傲慢 因为他很清楚 现在的林霄 比之前强大数倍 绝对不是他轻易 能够击杀的了 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都怪那只该死的金鸟 逃 放心吧 我不会逃 不杀了你 我怎么可能会逃呢 林霄冷漠地 看着子雷将军 他现在只是在考虑 要如何杀死这个家伙 才更有震撼力 子雷将军吗 今天我就让你被雷劈死 让你的尸体 在空气之下 弥漫出焦臭的气味 林霄冰冷阴风的声音 让所有人心头 都有一种强烈的战力感 脊背上有森冷的寒意流过 骨头里都有悚然的感觉 不断涌出 大言不惭 子雷将军大声喝道 你和那只金鸟 一样的蠢 自以为是的燃烧生命 虽然能取得战斗力的短暂提升 可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 十分钟之内 我就让你死 是吗 那你尽管可以试试 林霄冲着子雷将军勾勒勾手道 来吧 我会让你知道 现在的你 与我之间的巨大差距 子雷将军并没有进攻 因为他对林霄的情况摸不清楚 实在不知道林霄现在的实力 此时此刻 谁先出手 谁就先暴露破绽 他就是这么想的 胆小的鼠辈 你不动手 那我可就先上了 林霄冷笑一声 身形骤然一闪 速度快到了所有人的眼力 都跟不上的程度 包括子雷将军 他之前嘲笑过林霄的速度 因为林霄的确很快 但却始终跟不上他 但这一刻 他面色恶然不已 因为林霄的速度 已经完全盖过了他 甚至他的势力 都根本无法跟上 不好 子雷将军感觉到不妙 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坐以待毙 恐怖的子雷 从身体之中爆发出来 而后 身体包裹在了一个巨大的 雷神虚影之中 这雷神虚影 竟然有三头六臂 面向三个方向 六条手臂 同时防御六个方位 他不能给林霄 任何攻击到他的机会 因为他已经品尝过 被林霄一剑刺穿身体的痛楚 那个时候 林霄的气息 还没这么强 而现在 林霄只能更加可怕 雷神法香 三头六臂 无尽子雷长脊 随着三头六臂的成型 无数的子雷长脊 竟然从那六条手臂之中释放 朝着四面八方射去 如此一来 纵然他的速度不如林霄 也可以做到最完美的防御 此时此刻 周围的所有空间 都仿佛被紫色的雷电完全包裹 成为了子雷将军自己的世界 他原本还有些恐慌的心情 瞬间就平复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怎么可能会办 你以为你这一招 很强吗 林霄的声音 忽然从子雷将军的耳边传来 真是可笑啊 这个声音的响起 让子雷将军心中惊恐到了极致 因为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 林霄在什么地方 不用找了 现在的你 跟我 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舞者 既然一剑杀不死你 那么就让你多尝几剑吧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这个声音刚刚结束 子雷将军就感觉到 自己的右臂 突然间传来了刺骨的疼痛 不仅仅是疼 还有一种 让他无法理解的雷电的麻痹感 他可是拥有子雷武魂的人 竟然会被雷电打得麻痹 他想搞清楚 这救命是怎么回事 右手要去反抗 却发现 右臂整个已经不能动他了 还没结束呢 林霄的身影 骤然在虚空之中乍现 所有人看到的 只是一道血红色的影子 这个影子手中有一把剑 犹如白玉雕成的飞龙一般 林霄用的是白玉飞龙剑 因为他现在已经拥有了 碾压对手的实力 之所以不将对手立即杀死 就是要折磨他 让他临死之前 感受到这世间最大的痛苦 去死啊 紫雷将军看到了 这个血红色的身影 左拳运转内力 疯狂地轰了出去 你这是在干什么 逗完吗 速度竟然这么慢 林霄讥讽地 看着紫雷将军 手中白玉飞龙剑 再度刺出 剑身之上 包裹着血红色的血雷 啊 七粒的惨叫声 再度从紫雷将军 口中传出 他整个左臂 竟然被雷电击穿 变得焦黑一片 空气之中 弥漫着焦臭的气味 不可能 紫雷将军 真得被雷电伤到了 那到底是什么雷 血雷 死亡之雷 地狱之雷 冥界之雷 不会错的 一定是 刚刚我就感觉很奇怪 林霄的顶级雷电战体 怎么会是血红色 现在我明白了 这是雷电之中 最难缠的一种 紫雷将军拥有的紫雷 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这就是为什么 之前林霄突然攻击 能够刺穿紫雷 将军身体的原因了吧 人群中 自然有明白人 有聪明人 陈国 从来不缺乏高手 只是有些人 非常低调罢了 此时此刻 魔龙使身边 多了一个人 一个外表俊朗 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 可是魔龙使对他的态度 却是无比的恭敬 甚至还有些恐惧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6章 神迹诞生 动乱的雷都 教主 不要称呼我教主 在这里 还是称呼我公子吧 年轻人淡淡说道 是的公子 你汇报说 这里发现了绝世之才 莫非就是那个人 年轻人问道 不错 此人名叫灵霄 是灵烟的兄弟 既然灵烟能加入咱们魔龙教 他就也能加入 咱们魔龙教的人 几乎每一个都与陈国 王室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灵霄也一样 此人天纵英才 如果可以招揽 将来败亡陈国 绝对会成为一大助力 魔龙使回禀道 他要是能杀了子雷将军 本公子便亲自接他去魔龙教 年轻人淡淡看了灵霄一眼 随即 转身消失 仿佛对于这样一场战斗 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魔龙使知道 自己的教主 已经产生了惜才之心 否则的话 绝对不会那么说的 战场上 战斗似乎已经要接近尾声 速度快到极致的灵霄 简直就如同一把持剑的血腥恶魔 在他的面前 紫雷将军 没有了任何反抗能力 只能任由他不断地攻击 两条手臂被吠 灵霄的攻击并未停止 他的愤怒依然在不断涌出 第三剑 扑痴 手中的白玉飞龙剑 直接刺穿了紫雷将军的左腿 恐怖的血雷 在紫雷将军左腿之中肆虐 片刻之后 在紫雷将军惊天动地的惨叫声中 那条左腿也变成了焦炭 你说 我不可能用雷电伤到你 但是现在 我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很感慨啊 是不是很恐惧啊 其实你完全可以 不这样 如果你之前放我们离开 便不会有现在这样凄惨的样子 这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扑痴 第四剑刺穿了紫雷将军的右腿 焦臭的气味在空气中蔓延 紫雷将军的两条手臂 两条腿都已经废了 现在的他 犹如一个人质 杀了我 给我一个痛快啊 紫雷将军大声喊道 你是在求我吗 灵霄的声音 森然而且冷漠 此时的他 才更像是一个反派 而紫雷将军 反而更像是被折磨的可怜人 但知道前因后果的人 此时此刻都没有吭声 他们很清楚 灵霄的残忍是有理由的 逆贼 还不速速住手 真要承受雷帝的青天之怒吗 忽然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不过并不是真人 只是一个分身 一个以灵魂力和真气 幻化出来的影子 陈苍雄吗 灵霄扭头看了那影子一眼 不屑地说道 你本人亲自过来 我兴许还会考虑一下 但你就一个破影子过来 还在我面前装逼 可笑 灵霄 你听着 立即放了紫雷将军 然后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的话 就算追杀到天涯海角 本王也要将你诛杀 陈苍雄的声音 冷漠 而且充满了傲慢 无聊 自以为是的家伙 灵霄抬手 一道静气破空而去 那影子瞬间被击碎 崩裂 在担心他之前 先担心担心你们陈国王室吧 灵霄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又一剑刺中了紫雷将军 他心里头很清楚 紫雷将军战死 这雷都必然会出现大乱的局面 因为紫雷将军 可是成果表面上的第四高手 他一死 魔龙教不可能不做什么 再加上三大家族数万人 被灵霄和小精灭的 就只剩下现在的一万多 同样会让雷都战斗力大损 还有雷都的防御阵法 被原尊破解 魔龙教要是不趁着这个时候突袭 那真的就太蠢了 虽然灵霄同样不喜欢魔龙教 但眼下 魔龙教绝对是他最好的帮手 天空中 当着所有人的面 紫雷将军的一声声惨叫 不断响起 三大家族的那些舞者 有些甚至已经吓得失禁了 使尿其流 不知道有多么惊恐 当紫雷将军爆发出 第十次惨叫的时候 声音已经变得非常微弱 他的咽喉 终于被灵霄撕裂 他的整个躯体 都在血雷之中 变得焦黑 灵霄说到做到 不仅是用非常残忍的手段 杀死了紫雷将军 更是以雷电 将其轰得焦黑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三大家族的余孽 更是爆发出了 歇斯底里的惊恐喊叫 陈国排名第四的高手紫雷将军 竟然死在了灵霄的手里 这已经不是奇迹 而是真正的神技 他居然成功了 他创造了神技 人群中 无数人目瞪口呆 虽然刚刚紫雷将军 已经只剩下被折磨的下场 但知道这一刻 他们才恍然明白 一个神技在陈国诞生 灵霄这个名字 必然会成为整个陈国最可怕的名字 提起他 恐怕无数人都会心惊胆战 还没结束呢 灵霄吞噬了紫雷将军的紫雷武魂 将全部潜能都储存在了黄天厚土细胞之中 因为这一战结束之后 他恢复本体 就会修为下降 这些潜能 绝对可以让他更快地恢复修为 做完这些 他俯视着那些三大家族的余孽 目光中充满了杀意 说话的同时 他释放了新一轮的嗜血鼠疫 因为此时实力的暴涨 嗜血鼠疫的威力 也变得更加恐怖 包括纳兰雷将军在内 一万多人 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 就被鼠疫病菌完全吞噬 而病菌输送给灵霄的能量 也都全部储存到了细胞之中 等待着灵霄新的崛起 三大家族彻底覆灭了 就因为灵霄 天雷军团的七位将军 全部被杀 就因为灵霄 三大家族彻底覆灭 这世上 不再会有波野家族 孤家 凤梨家族 他们为他们错误的选择 付出而来惨重的代价 而经历了一场杀戮的灵霄 双眼终于渐渐恢复正常 血腥鼠魔太可怕了 不仅仅是战斗力上的飙升 竟然还能让他的杀意 变得更为恐怖 整个陈国 现在还有谁能够 与灵霄相提并论 不管是年轻一辈 还是老一辈 除了传闻中的陈国老祖宗之外 包括雷帝 还能压制住这个少年吗 而陈国的那些老祖宗 是不是真得存在 都不一定了 灵霄 难道仅凭一人之力 就可以灭绝整个王室了 这样的猜测 这样的议论 迅速在雷都蔓延 然而只有灵霄自己清楚 他该离开了 血腥鼠魔带来了 战斗力的短暂提升 但同时也带来的巨大的负担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7章 王者荣耀 血腥鼠魔 给了灵霄实力上 短暂的极大提升 但同时也造成了 他极大的负担 他现在已经要靠着丹药 维持内力了 如果再不离开 那可真要倒霉了 而且他是相信的 陈国不可能只有 这么一点强者 否则的话 如何挡得住魔龙教的攻击 传闻中 陈国拥有的五位 前修老祖 一定存在 所以 他得快点离开 幸好 魔龙教已经开始了攻击 雷都各处燃起的战火 就是最明显的 而且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援兵过来对付他 就说明 陈国王室 已经自顾不暇了 如果你们真被魔龙教灭了 那我倒省事了 如果没有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灵霄深深深地看了一眼雷都 他很满意 这次来的结果 这个家伙 太强了 他真得让我被汗颜啊 人群中 无数人都产生了同样的感慨 灵霄竟然真得在逆境之中 做出了逆天之举 一举诛杀了顶顶大名的紫雷将军 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 是啊 在灵霄返回八仙郡城 自立为王的那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这只是一个自大的跳梁小丑 过不了多久 便会被杀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却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震撼 天雷军团七大将军 全部死于他 或者他的属下之手 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 摧毁了八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 别的不敢说 恐怕他的名字 会永远在陈国的历史上流传吧 年轻一辈之中 即便是那战亲王陈苍雄 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了 他能逃脱死亡的厄运吗 雷帝不会放过他的 战亲王同样不会 自然 有人敬重灵霄 也有人始终觉得 灵霄就算再厉害 也无法与王室相提并论 不管是雷帝还是战亲王 现在都是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闲心来对付灵霄 只要他从此返回 八仙郡城不再出来 谁也治不了他 除非王室能够找到一个 可以破解时绝阵的高手 不然他们只能等灵霄再度出来了 看着雷都城内狼烟四起 有些人非常幸灾乐祸 这雷都内城和王城 住的可都是王宫贵族 任何一个人 被杀了都不会错杀 倒是外城住着一些普通百姓 可魔龙教显然对这些普通百姓没有兴趣 而是直接杀向了内城 魔龙教对外的宣传口号 就是推翻尘世暴政 自然不会对那些普通百姓下手 否则便与自己的宣传口号 互相矛盾了 当然 此时灵霄已经悄然朝着远处逃去 他打算先回一趟八仙郡城 灭了三大家族两位族长 以及许多高手 他手中的储物戒也弄到了数百枚之多 虽然围攻他的数万人 大多数都没有佩戴储物戒 但有这数百枚 已经足够了 尤其是波野渊 以及凤梨家族族长 和孤天霸的储物戒里 可是有着他现在急切需要的大量零食 零食是保证阵法运转必不可少的材料 石绝阵想要发挥效果 需要大量的下品零食维持 灵霄这一次来雷都 可不光是闹腾 当然还有抢零食的想法 现在 目标已经达到 从这些人身上搞到的下品零食 足够维持石绝阵 长达一年时间的运转 只要送回去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继续在外游历了 他可不怕王室中人的追杀 以他如今的实力 王室之中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 并不多了 离开了混乱的雷都 灵霄直接返回了八仙郡城 将灵食交给了负责石绝阵运转的众人之后 便为小金开始疗伤 本来小金想要苏醒 最少也得半个月时间 但有他这个厉害的药师在 这个时间便可以缩短到三天 在这三天时间里 灵霄不光是为小金疗伤 而且还利用时间 把自己倒退的修为 重新提升到了一转阴阳近十层地狱巅峰 之前因为血腥鼠魔的关系 他的修为倒退到了一转阴阳近十层地狱中期 现在有提升到了十层地狱巅峰 但想要恢复到十一层地狱 看起来还得一个契机 不过他也并不着急 细胞之内潜能巨大 只要有一场适合的战斗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重新恢复修为 所以他打算再度离开八仙郡城 自然 小金也要跟着一起去 好兄弟 生死与共 再加上小金提升实力的方式特殊 对他的帮助 那可是非常大的 而此时 灵霄在雷都所干的事情 也已经传遍了八仙郡城 原本还有些担心 灵霄这个大王 到底靠不靠谱的八仙郡城舞者 此时却是充满了骄傲与自信 他们的八仙王灵霄 竟然孤身一人独闯雷都 把好端端一个雷都闹得乌烟瘴气 天翻地覆 甚至还杀死了那鼎鼎大名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子雷将军 简直堪称神迹 从这一刻起 这里的舞者 才真正把心 交给了灵霄这个八仙王 天朝帝国的舞者 开始慢慢渗透 逐渐控制整个八仙郡 在所有阵城 都布置了各种阵法 一个新的国家 真正在玄武大陆的边陲小城崛起 虽然现在还岌岌无名 不被任何人看好 但是相信过不了多久 八仙国的威名 就会响彻整个西域了 西域之后 便是整个玄武大陆 到了那个时候 八仙国这个伪装的名字 也可以去掉了 天朝帝国 将会真正处立在这块大陆之上 八仙国的军民兴奋不已 都想见见英雄一般的灵霄 但此时的灵霄 却打算离开了 材料已经送到 小金也已经痊愈 接下来 是必须得想办法恢复修为了 不出去 一直待在八仙郡城 肯定不行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来到了八仙国 他七王子 战因将神陈苍芒 陈苍芒的到来 着实让整个八仙郡城 都有些紧张 毕竟战因将神的威名 可不是盖的 不过陈苍芒此次前来 却并非捉拿灵霄 更不是要攻打八仙国 他是来给灵霄通风报信的 七王子殿下 咱们还是朋友吗 灵霄其实是有些感慨的 虽然陈苍芒 是一个绝对可以结交的人 但他杀了陈苍芒的 王兄智贤王 王帝八王子 无论如何 这都是杀了血亲的仇 他真得不知道 陈苍芒是否还把他当成朋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8章 目标 魔龙教 王室 没有亲情 陈苍芒叹了口气道 你恐怕并不知道 为了除掉我 陈苍芒和陈苍雄 都做了些什么 我的母亲 在前一段时间死了 就是被陈苍芒的母亲 也就是当今王后给害死的 你说 我会为了她的死 而来找你报仇吗 听到这番话 灵霄忽然间有些同情这个人了 自己的母亲 被兄弟的母亲所害 那种想报仇却无法报仇的郁闷 可想而知 倒是她 无意间给陈苍芒报了仇 好吧 既然你把我当朋友 我也把你当朋友 说吧 你来八仙郡城做什么 灵霄心里头突然舒畅了许多 不用失去这么一个直爽的好朋友 她还是很高兴的 我来是给你带一条消息 不要离开八仙郡城 因为雷都的混乱已经结束了 传闻中的五雷老祖全部出关 击退了魔龙教教主及其手下重魔使 而今 我那十四弟陈苍雄以及雷尊 正在盯着八仙郡城的一举一动 只要你敢离开 他们必然中途截杀你 陈苍芒说道 灵霄皱了皱没到 没想到雷都这么快就结束混乱了 才三天而已 魔龙教也太不经打了吧 不是魔龙教太弱 而是王室五雷老祖太强 那五个老家伙 实力高深莫测 出关之后 更是帮助我那十四弟再度突破 就连雷尊大人 许久不能突破的修为也突破了 你或许认为自己 杀了子雷将军 就算遇到了他们 也不会畏惧 可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 他们现在的修为 比之前强大太多了 陈苍芒忧心冲冲道 而我现在情况也不太妙 被火山国缠住 王室更是不肯 拨两响给我们 现在我们战英决 只能与火山国的大军僵持 怕是帮不到你什么忙了 没想过造反吗 灵霄突然道 你是真心的 陈苍芒苦笑道 没错 有那样的父亲 那样的兄弟 你不造反 还等什么 难道等着战英军 被自己人活活坑死 实在不行 就先退到八仙郡城来吧 我可以让位于你 让你做这个八仙王 也更加名副其事 灵霄自然不会在乎 八仙王的王位 这八仙国 迟早是要归附天朝帝国的 他是天朝帝国的天帝陛下 自然不会眷恋这个王位 如果陈苍芒愿意接替他 那再合适不过了 陈苍芒有这个能力 也有强大的实力 好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我的提醒 你也千万不要不当回事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钱先吃紧 我可不能多待 陈苍芒说完话 便要起身离开 等一下 灵霄取出了一把剑 是智贤王 曾经用过的黑雷魔剑 这把剑 属于神品灵器 比潦倒王子 陈苍芒手里的兵刃好多了 这个给你吧 希望可以帮助你好好的活下来 智贤王的神识 已经被我抹去了 你只要让兵器认主 它就是你的了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陈苍芒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来报个信而已 竟然就能得到如此贵重的礼物 对你来说或许贵重 对我来说 却只是个累赘而已 拿去吧 在你手里 它作用更大 灵霄已经有了 雌雄八仙剑 自然不会在乎 这样一把剑了 好 我就不推辞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陈苍芒相助的 尽管开口 言罢 陈苍芒便匆匆离去 前线吃井 他亲自来给灵霄通风报信 也是够重视的 恐怕是担心 派了手下人来 灵霄会不当回事吧 看着陈苍芒离去的背影 小金问道 老大 真不离开了 不 当然要出去 灵霄露出了一抹 决然的表情道 一直归缩在这里 实力无法提升 就永远也不可能 击败敌人了 一旦这里的灵石 全部用光 咱们还是一样要死 所以 富贵险中求 我还真就不信 他占亲王陈苍雄 能面面俱倒 面对陈苍雄 他虽然 不会在像黄金秘境中 那个时候 毫无抵抗能力 但要将其击败 着实不易 不过 他现在有血腥鼠魔 这个特殊能力 再加上小金已经恢复 两兄弟联手 就算不能取胜 逃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麻烦就是不知道 陈苍雄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那个雷尊 原本就已经很强大了 实力在突破 又会是什么情况 所以 这两个人 能避开 还是尽量要避开的 他是出去磨练 提升修为 可不是出去送死的 当然 如果真得遇上了 他也不会怕 大不了拼了 要知道 对付 紫雷将军的过程中 他始终也没有把最后的底牌掀开 这对他而言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老大 接下来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陈国虽然大 恐怕到处都是 想要捉拿咱们的人吧 小金问道 简单 谁跟陈国王室有仇 灵霄笑着问道 一个是火山国 一个是魔龙教 说到这里 小金忽然道 我明白了 老大是打算去魔龙教 嘿嘿 这个魔龙教我熟啊 那里的人 基本上都是跟陈国王室有仇的 去了那里 确实会更加安全 不光如此 魔龙教能够跟王室抗衡 必然会有一些抗衡的手段 我现在所拥有的武学 已经渐渐跟不上我修为的提升速度了 所以必须得去魔龙教看看 能弄到一两套 那就好了 灵霄笑着说道 暗影武学目前来说 已经只剩下最后一招 没有参舞了 这对于喜欢安排好之后 修炼的灵霄而言 显然是绝对不够的 他这个人 向来都很有远见 魔龙教的武学 肯定比八仙山的武学要强大得多 加入魔龙教 获取更强的武学 就是他的想法 如果魔龙教真心待他 他完全可以帮助魔龙教实现愿望 如果跟八仙山那帮家伙一样算计他 那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的 灵霄现在的目标非常明确 他可不想一味地逃窜 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也有自己的计划 虽然这些计划 可能中途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但基本上最后都能实现他的目标 自从有了太极眼之后 他可以说 基本上算无一策 虽然心中一直担心 陈苍雄或者雷尊 会出现在他们前往魔龙教的路上 但这个计划 依然必须执行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89章 魔龙玉 战亲王的阻拦 魔龙教 位于苦寒之地 是昔日陈国流放罪犯的地方 而正是这群罪犯 创建了魔龙教 统治了这里 并且将这个荒无人烟之地 变成了属于自己的领地 他们所占的领土 其实已经有陈国的三分之一朵 比八仙国 可要大得多呢 别人都说 这里是苦寒之地 可当灵霄来到这里的时候 才发现 这是一处人烟稀少 风景优美之地 如果不是丛林草地之中 突然窜出来的凶悍妖兽 那还真可以称之为 世外桃源了 前面 就是魔龙教的领地了 到了那里 就算是陈国王室追杀 也不敢明着来的 否则被包围了 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林草看着前面一座少塔 还有一块巨大的戒碑 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向来那战亲王陈苍雄和雷尊 都未能找到他 说着话 他带着小金一起 踏入到了魔龙狱中 林少侠 本使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刚进入魔龙狱 便有一对人马赶了过来 这其中一人 乃是魔龙教的魔龙使之一 魔龙教有许多魔龙使 他们的实力 普遍都在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 修为前期到后期 眼前这个魔龙使 并非潜伏在雷都那个 那个人现在应该还待在 战亲王府呢 眼前这位 修为应该是一转十一层地狱 后期修为 可谓是非常强大了 属于最高档次的魔龙使 魔龙教派他来迎接林霄 真得是给足了林霄面子 你们认识我 林霄好奇地问道 没有从对方身上 察觉到丝毫杀气 林霄便知道对方并非敌人 虽然他跟魔龙教有过仇气 但那也并非不可化解的怨仇 林少侠说笑了 雷都城外一战 谁人不知少侠大名 魔龙使笑道 教主对您也是非常器重 所以特地派我等再次等待 请随我来 好吧 有你们带路 倒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林霄笑了笑 他本来就是要去魔龙教的 但除了林炎之外 还真不认识别的魔龙教舞者 有这位带路 他倒是可以放心了 对不起 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了 一个声音突然 从远处传来 片刻之间 声音的主人已经出现 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此人年纪不大 双手背负身后 傲然旋利于半空之中 白色的长袍迎风摆动 颇有点先锋倒鼓的味道 而那张骄傲的脸 则一眼就让林霄认出来了 战亲王陈苍雄 林霄暗暗苦笑一声 这都已经来到魔龙域了 陈苍雄居然还敢追过来 看起来真得是一高人胆大 一股冰冷的杀意 从陈苍雄身上传来 仿佛矗立在所有人面前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把傲视魔剑 老大 怎么办 小金也变得紧张起来 对手太强 他不得不紧张 是啊 怎么办呢 这个陈苍雄 比我想象中的 要可怕很多 看起来黄极秘境之后 他的实力提升太大了 林霄皱了皱眉 陈苍雄已经今非昔比 真得要让人头疼了 不过他的表情 却并未变化 大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这正是他林霄的性格 陈苍雄 你好大的胆子 这里可是魔龙域 你竟然敢在这里撒野 难道不把我魔龙叫放在眼里吗 魔龙石挡在了林霄的身前 冷漠地看着陈苍雄 他与林霄没有感情 但带林霄安全前往魔龙城 是他的责任 更何况 敌人闯进了魔龙域 身为魔龙石 他不得不出手 在他看来 陈苍雄的确强大 但是他也不弱 只要拖上片刻 等援军到来 就算是鼎鼎大名的飞雕杀神 也得死 魔龙石 小心一点 这个陈苍雄 太强 林霄好心提醒道 林少侠未免太长他人志气 你也自己威风了吧 他是厉害 但那只是因为你的 修为太弱 有本使在 林少侠大可放心 魔龙石没有林霄的太极眼 根本不知道 陈苍雄有多么可怕 事实上 在林霄眼中 陈苍雄简直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 太极眼根本就无法识别 他的真正实力 总之 强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还是小心为妙 林霄知道 魔龙石不信他的话 但还是提醒了一句 听他的 对你有好处 滚吧 今天我不是来找魔龙教麻烦的 我只要他 陈苍雄终于开口 不屑地 看着那魔龙石说道 恥物 竟然敢瞧不起我 上 魔龙石大怒 随即率领手下一百人一起攻击 这一百个人 可都不是雍首 全部都是一转阴阳 进十层地狱修为的武者 然而 他们扑过去的时候 陈苍雄却正眼看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只是冷漠地甩了甩手 骤然 一道剑光自他手中飞出 一百个人 全部被杀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而那最强大的魔龙石 也面露恐惧之色 只能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灵霄的提醒是对的 陈苍雄 有个高档次的魔龙石做朋友 应该会更容易吧 纵地金光树的可怕 连陈苍雄都感觉到意外 那一瞬间 他甚至失去了灵霄的踪影 等再次看到的时候 灵霄已经重新回到了原地 那个魔龙石 则正在灵霄的身旁 大口喘着粗气 脸色十分难看 多谢 多谢灵少侠救命之恩 虽然魔龙石很不明白 修为看起来并不强大的灵霄 究竟是怎么救回他的 可是刚刚那可怕的身法 真得非常强 不用谢 可惜我能力有限 就不下所有人 他要的是我 你暂且站到一旁 灵霄向前跨了一步 他其实刚刚可以选择 利用纵地金光树逃走 但这里距离魔龙城 还是比较远的 估计半路上 就该把内力消耗光了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彻底逃脱 陈苍雄的追赶 所以才没有那么做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0章 半个小时 活下来的契机 灵霄喜欢把一切 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看运气 既然已经遇到了陈苍雄 那么没什么好说的 他只能倾尽全力 与此人一战了 说起来 他还得感谢陈苍雄呢 因为对方那恐怖杀意的压迫 他身体之内的潜能疯狂涌出 就是为了对抗这股杀意 结果修为竟然自然而然地恢复到了之前 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 前期修为的程度 这个修为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及时雨 可以让他变得强大许多 陈苍雄看着灵霄 似乎想要把这个人彻底看透 他原本从来没有把这个人当回事 但灵霄最近的风头实在是太大了 竟然连子雷将军也杀了 不由得他不去重视 再加上方才那神奇的身法 他现在不想杀这个人了 反倒是想要把灵霄活捉回去 好好研究一番 束手就擒吧 你不可能是本王的对手 陈苍雄淡淡道 跟本王回去 我可以保证你不被杀死 说实话 你的天纵英才 真得很让人惊讶 若肯全心全意为王室效力 以前的一切都可以不予追究 哼 真得是好有诱惑力的条件 不过你是否觉得 所有人都该给你们王室卖命 所有人都该做你们的奴才 陈苍雄你听着 你的确很强 但我见过比你更强大的人 跟他相比 你根本不值一提 或许你是陈国目前最杰出的天才 但也仅此而已 我敢说 你今天杀不了我 你相信吗 灵霄冷冷笑道 我不信 陈苍雄摇了摇头道 纵然你有主角之命 今天我也要夺走你的契运 好大的口气 那你尽管可以试试 只希望你 不要像天雷军团那七个废物一样 嘴上说的厉害 实际上都是废物吧 灵霄当然知道 陈苍雄的可怕 但现在可不能认怂服软 好男儿 何惧一战 最多不过就是死而已 从他灵霄踏上五道之路那一天起 他就已经将生死置之都外了 武者 整天都活在刀头之上 如果怕死 那干脆隐居起来更好 看着灵霄 陈苍雄突然皱了皱眉道 好张狂的小子 你的性格 还真是与传闻中的一样啊 难道你就不怕 我灭了八仙郡城 杀了那里所有的人 那个代价 你承受得起吗 你如果能做到 早就去了 不会等到现在 灵霄不屑道 论修为 我的确不如你 但论阵法上的造诣 一万个你也计不上 一个我 果然是你布置的阵法 很好 既然这样 本王就更要将你活捉了 陈苍雄相信 灵霄的背后 一定有高人指点 否则以灵霄这种年纪 一次轮回而已 哪里会有如此高明的阵法能力 只要抓了灵霄 那背后之人必然现身 这一点无庸置疑 老实讲 面对陈苍雄这等级别的强者 灵霄没有任何信心 但还是那句话 大丈夫和巨一战 没错 陈苍雄拥有比他更好的修炼条件 入室轮回之后就出生在陈国王室 拥有着比他好得多的修炼资源 拥有着比他好得多的导师 而他呢 入室轮回之后 却要面临族人的敌视 甚至暗害 所有的资源都得自己来找 所有的武学都得自己拼命去获得 按照常理 他最应该选择的就是投降 反正对方也不会杀他 一般人估计都会这么选 因为差距太大 大到令人绝望 可灵霄不会 灵霄非常清楚 一旦投降 自己或许不会死 但小金 林若仙 月商 林瑶 以及那么多支持他的朋友呢 他们的生死 将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他不能投降 哪怕是战死 也绝不能想 投降 那就一丝一毫的胜率都没有了 可死战 应该还是有一成的胜率的 敌人的确强大 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应对之策 他向救下来的那个魔龙 使使了个眼色 其中的含义 对方应该能够明白 他不是陈苍雄的对手 目前只能是拖延时间 只要魔龙叫来了高手 陈苍雄便得不这儿退 搬救兵吗 陈苍雄不屑道 从魔龙城赶到这里 最少也得半个小时的时间 而本王可以确定 三分钟之内 你们全都得死 林瑶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我便放了你那只宠物 反正他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意义 这特提议对你来说 应该很不错吧 希望你不要拒绝了我的好意 陈苍雄不想出手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觉得林瑶不配 只有让林瑶主动投降 才能显出他的强大与霸道 半个小时嘛 好像有点难 不过试试吧 林瑶深吸了一口气 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赌一把吧 半个小时之内 你杀不死我 说话间 他已经进入到了 紫电雷牛兽魂变身状态 与此同时 背后释放出了五种兽魂 面对战亲王陈苍雄 他不敢有任何留守 因为一旦留守 死亡就可能会瞬间降临 小金 把我保护好那个魔龙使 那家伙是咱们活下去的关键 林瑶提醒了一句 然后便死死盯住了陈苍雄 这一战 是他来玄武大陆之后 最大的一道坎 一旦迈过去 那前途绝对无限明亮 可若是迈不过去 那除了死 便是成为别人的俘虏 小白鼠 恐怕要被绑在架子上 进行研究呢 我一直都很好奇 你怎么能够同时 释放出这么多兽魂 难道你真得是 传说中的兽神武者 还是说 你在八仙郡城 得到了兽王子神的传承 子神传承 就算是对陈苍雄而言 也是充满而来巨大的诱惑力的 否则 他当初也不会派八王子 去跟智贤王争夺八仙郡城了 你很想知道 打败我再说 灵霄淡淡笑道 打败你 一如反掌 你兽魂变身之后 实力几乎相当于 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中期修为 再释放出那五种兽魂 可以让你的实力 提升到相当于十一层地狱后期 至于你的顶级雷电战体 和顶级熔岩战体 在本王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所以 你应该还有什么特技 可以将实力提升到十一层地狱巅峰吧 就像击沙子雷将军那个时候一样 陈苍雄不懈地看着灵霄问道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2691章 王室都是一样无耻 陈苍雄不懈地看着灵霄 甚至连动手的兴趣都欠奉 灵霄心中明白 陈苍雄不知道他拥有霸天五魂 天龙之力 神皇之力 和白虎之力 再加上皇天后土之力 汇聚到一起 他现在不用血腥鼠摸 也能爆发出 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巅峰修为的战斗力了 要不是之前 面对子雷将军的时候 他刚刚突破 修为还不够稳固 他也不会去用血腥鼠摸那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式 陈苍雄小瞧他 还想要活捉他 那自然不会全力以赴 这对他来说 就是极大的有利之处 半个小时 他可要好好拖延一下 三分钟 算好时间 陈苍雄淡淡笑了笑 并非他自大 而是他的确太强了 尤其是在修为取得了质变的突破之后 他又怎么可能会把林霄当回事呢 试问 一个拥有强大武艺的强壮男子 会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当回事吗 对陈苍雄而言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是那强壮的男子 而林霄在他面前 不过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罢了 杀 林霄可不管陈苍雄对他多么藐视 多么轻视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拖延时间 拖延三十分钟 就是他的胜利 他可不会自大到真以为轻敌的陈苍雄 可以被他杀死 如果太贪心的话 到时候死的可就是他了 林霄冲了出去 两把八仙剑在手 一道黑色的剑光在虚空之中 疏然刺出 速度极快 角度也非常刁钻 如同剑魔一般 使出了这世上最完美的剑技 画镜 暗影剑魔 对付这陈苍雄 林霄一上手 就直接动用了仙品一重天舞技 米粒之珠 也敢与日月争辉 本王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 陈苍雄看都没有看林霄一眼 直接甩了一剑 一道剑气破空而去 这是很普通的剑气 甚至连武技都没有戴上 很显然 在陈苍雄看来 击败林霄 根本用不着武技 如果用了武技 搞不好会把林霄给杀了的 他现在反而要控制自己的攻击威力 免得无法达成活捉林霄的目的 剑光璀璨 瞬间击碎了林霄的暗影剑魔 而后击中林霄的身体 幸亏林霄即使以御灵雷光盾抵挡 方才免去重伤之余 但却被这一道剑气 劈飞了出去 林霄勉强用双剑刺中地面 好歹是在飞出去上百米远的时候 停了下来 这一击 让他清楚了陈苍雄的真正实力 虽然还是无法精准判断 但现在的陈苍雄 绝非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修为的舞者 而是一转阴阳镜十二层地狱 绝对不会错的 否则 以他如此全力一击 只差没有动用血腥鼠魔 霸天宇宙和蝶女之魂 怎么会如此轻易就被击飞呢 当然 这个判断 与他之前的推测 并没有什么出入 一转阴阳镜十二层地狱修为 陈苍雄 你果然厉害 但你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而已 给我挠痒痒吗 灵霄站在那里 不懈地看着陈苍雄 对方这一击的确强悍 他需要动用玉灵雷光盾才能化解 但毕竟没有伤到他 这说明 目前的陈苍雄 才突破后不久 对于十二层地狱的力量 还没有完全掌握好呢 是吗 那可以再试试这样的攻击 突然 陈苍雄手中常见 以肉眼难辨的速度 在虚空之中 连续刺了数十下 全部都是普通攻击 数十道剑气 犹如暴雨一般 杀向灵霄 每一道剑气 都能够对灵霄 造成极大的威胁 但都没有瞄准要害 很显然 陈苍雄是在克制 这些普通的剑气 却给灵霄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他不得不连续使用 玉灵雷光盾 以及翡翠玉兔 兽魂的翠玉绝 来抵挡 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完全是被陈苍雄压制 当然 表面上是这样的 陈苍雄恐怕有一点没有意识到 攻击了这么久 看起来灵霄非常狼狈 但灵霄 却始终没有受伤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弱得可笑 你就这么点实力吗 你是在开玩笑吗 就凭这种实力 你能击杀紫雷将军 能击杀孤天霸 你是在玩我 陈苍雄自然不是傻子 攻了这半天 灵霄完全没有表现出 雷都之外 那可怕的战斗力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小子在故意绊珠 绊珠自然是有目的的 为了什么 陈苍雄瞬间变得冷静下来 好小子 竟然差点被你的演技给骗了 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吗 陈苍雄突然间明白了 灵霄根本就不打算跟他真打 知道了他的目的之后 灵霄所有的攻击 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看了看时间 不知不觉间 在他愤怒的攻击过程中 居然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该死的家伙 还真是让你给骗了 陈苍雄非常恼火 自出道以来 只有他骗别人 忽悠别人 哪里有别人欺骗他的道理 他现在真得很想杀了灵霄 但他终究是一个厉害人物 强行遏制了自己的杀意 放心吧灵霄 我不会杀你的 我要活捉了你和你那只鸟 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熟了 当着你的面和我的手下分尸 陈苍雄在用激将法 因为他知道灵霄和那只金色的小鸟 关系非常好 但他这一招显然用错了 小金可是金屋会怕火烤吗 烤熟了分我一点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们怎么把一只金屋给烤到外焦里呢 白痴 灵霄当然不想陈苍雄恢复理智 一个愤怒的陈苍雄 要比一个理智的陈苍雄难对付得多 你的这种把戏 对本王已经没用了 放心 接下来 我会动用更强的力量 保证一招将你打成残废 这样你不会死 还是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陈苍雄释放出了一股强烈的杀意 这股杀意 都是被灵霄给逼出来的 他也要稍微认真一点了 不然真过去半个小时 万一魔龙城那边真得来了高手 他将后悔莫及 我就说嘛 过完陈国王室都是一群无耻小人 是谁刚刚说三分钟解决我的 现在都十分钟了 你竟然还有脸出手 灵霄一边嘲讽陈苍雄 一边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2章 反击 狼狈的飞雕杀神 灵霄悄悄准备好了反击 既然已经被对方识破了拖延时间的计谋 那就不能继续用同样的策略了 接下来这二十分钟 只能全力以赴了 本王就是无耻又如何 反正今天 你们三个 其中两个会死 另外一个 也不可能再开口说话 陈苍雄丝毫不在于灵霄的挑衅 看起来 无耻在陈国王室的细胞和血液之中 已经根深蒂固了 对他们而言 这并不算什么 言罢 他突然一个 闪身到了灵霄身前 这个速度 除非灵霄动用纵地金光束 否则的话 根本躲不开 当然 灵霄也没打算躲 在陈苍雄 发动凶悍攻击的那一瞬 他从子电雷牛兽魂变身状态 变成了翡翠玉兔变身状态 而后动用了真正的翠玉绝 身体在一瞬间 化作了一块翡翠雕塑 真正的翠玉绝 只有变身翡翠玉兔兽魂状态才能使用 如果只是 召唤出翡翠玉兔兽魂 使用出来的翠玉绝 属于尾 翠玉绝 可以提升防御力 但绝不能完全避免伤害 当然 也不会有冷却时间 是可以连续使用的 而真正的翠玉绝 可以在一段时间里 消耗内力 抵抗所有的攻击 缺点就是 使用一次 会有半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正因为如此 灵霄才会选择 在这关键的时候使用 陈苍雄那暴怒的剑气 仿佛狂风暴雨一般刺在灵霄的身上 除了要害部位之外 几乎其余所有的地方都尝试了一遍 或许是因为这家伙被灵霄激怒 正在气头上 而忽略了灵霄身体发生的变化 足足十分钟 疯狂地攻击之后 灵霄的内力消耗了足足一半 不得不急忙吞下阴阳原力丹来补充 好在他丹药够多 所以也不在乎 倒是陈苍雄在一番攻击之后 感觉内力消耗了不少 虽然是普通攻击 可是因为释放了剑气 所以还是消耗了大量内力 而体力上的消耗 更是不少 不能再攻击了 否则真把人杀了 就跟我的计划不符了 一方面是因为体力消耗 一方面则是因为担心杀了灵霄 陈苍雄停下了攻击 却没有及时后退 因为他觉得没那个必要 他要看看 灵霄在他这狂风暴雨的攻击之下 究竟还是不是活着 然而就在他松懈的这一瞬间 灵霄却开始了反击 翡翠玉兔兽魂变身 瞬间再度变化成了 紫电雷牛兽魂变身 而后 地动山摇施展而出 那一瞬 大地震荡 空间都似乎在摇晃 陈苍雄尽管不会晕眩过去 可是依然受到了片刻的影响 一时间并未做出反应 灵霄趁机出手 在陈苍雄的手指上 留下了一道淡淡的伤痕 这家伙防御太强了 即便是动用仙品一重天武技 也只是留下那么一点点伤痕而已 在陈苍雄即将恢复的时候 灵霄已经化身霸血魔龙 而后释放了魔龙血咒 本来已经可以自由活动的陈苍雄 顿时感觉气血不畅 尤其是手指上那一点点伤痕 仿佛成为了体内气血冲出去的突破口 他不得不先压制体内那翻腾的气血 他知道自己被灵霄给算计了 此时此刻 他非常暴怒 但是没用 在报复灵霄之前 他必须得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不过 灵霄既然已经开始攻击 又怎么可能轻易让他脱困 魔龙血咒之后 紧接着就是嗜血鼠疫 嗜血鼠疫的威力 比魔龙血咒更为恐怖 陈苍雄心中愤怒 自己一时不察 竟然落在了下风 被明显比自己差上 很多的舞者处处制约 该死家伙 等我恢复了 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愤怒地咆哮着 四叶魔童 射魂 灵霄可没有废话 为了让嗜血鼠疫 和魔龙血咒的威力更大 他动用了四叶魔童 正盯着他的陈苍雄 猛然就感觉到一阵恍惚 原本已经凝聚起来的内力 瞬间溃散 嗜血鼠疫病菌 开始疯狂肆虐他的身躯 还没完呢 灵霄看了看时间 三十分钟 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分钟 他只需要再坚持五分钟 魔龙城的援兵就会到了 只要援兵一到 那就是他的胜利 他的身形再度变化 进入熔岩三头犬变身状态 而后 焦热地狱释放 紧接着 他又释放了大圆满境界的天雷神位 八个天雷神位 扑向了陈苍雄 在焦热地狱之中 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威力 一个接着一个直接自爆 灵霄可没指望天雷神位 能够阻挡陈苍雄 他要的是拖延时间 天雷神位自爆之后 产生的破坏力会非常惊人 就算是陈苍雄 如果一时不慎 恐怕也会非常惨的 灵霄 那雷电暴虐的炸裂声中 陈苍雄的怒吼声传来 吓得魔龙石脸色大变 小金也有些担心 不过灵霄此时 可没有那个闲工夫去害怕 他要做的事情 还没完呢 因为时间仍没有到三十分钟 他瞬间有改变化身 变为九蛇匠 而后 九蛇毒欲释放而出 九种不同的剧毒 仿佛九条毒龙一般 杀向了陈苍雄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让陈苍雄出手 因为灵霄知道 陈苍雄一旦出手 那肯定是要爆发出真正的战斗力的 到时候 他可能连片刻也抵挡不了 别看就剩下三分钟左右了 只要不够三十分钟 都有可能被对方翻盘 用完了这一切 灵霄并未停下 他终于释放了蝶女之魂 小家伙 好久没有 让你帮忙了 这一次 给我狠狠攻击 灵霄释放蝶女之魂的一瞬间 原本已经暴增到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巅峰修为的实力 竟然再度暴涨 直接攀升到了一转阴阳镜十二层地狱前期 当然 这只是实力的暴涨 并非修为的暴涨 就在这个时候 陈苍雄已经毁掉了灵霄之前释放的所有攻击 都是一些无聊的把戏 无聊至极 现在 你给我拜吧 我一定要让你先残废了 陈苍雄虽然没有被灵霄之前的攻击伤到什么 但那一番狼狈的样子 却让他感觉到了面子上顾不去 他竟然被这么一个小镇走出来的舞者给戏耍了 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3章 蝶女之魂 最后的爆发 陈苍雄绝不能接受 被灵霄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舞者戏耍的事情 他要让灵霄尝到他的厉害 凭尽残酷的折磨 不过 就在他爆发出恐怖的战力 摧毁了灵霄之前所有的攻击的那一刻 却忽然间感觉到了 对面燃起了一股强大之极的气势 怎么回事 陈苍雄简直难以相信 灵霄的实力 怎么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 取得这种程度的暴涨 这还是人吗 他原本绝对的自信 竟然在这一刻 开始有些动摇 当然 仅仅是一点点动摇而已 他的强大 仍然不是灵霄能够抗衡的 使用了蝶女之魂 将实力提升到一转阴阳境十二层地狱 前期的灵霄 也终于看清楚了陈苍雄的真正实力 这家伙的修为 应该是一转阴阳境十二层地狱中期 可是真正的实力 却足以攀升到十二层地狱巅峰 因为陈苍雄手中的冰刃 竟然是一把地气 别人无法使用地气 陈苍雄却可以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武魂 他属于罕见的双武魂 除了雷电武魂之外 还有一把剑武魂 而使用兵器武魂的武者 虽然无法像兽武魂武者那样 融合变身 但是却可以使用更高层次的冰刃 而且 陈苍雄这家伙 毫无疑问是个天才 他拥有的武学 也让他能够跃及挑战 普通的一转阴阳境十二层地狱巅峰 修为武者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林霄不由有些感慨 幸亏自己的目标 只是拖延时间 制造着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并非击败对手 否则的话 这可真够打击人的 现在的他 可是除了霸天宇宙和血腥鼠魔 该用的都已经用了 霸天宇宙和血腥鼠魔 林霄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的 前者太过惹眼 虽然是霸天武魂最强大的力量 但一旦用了 被人知道了 那接下来就永无宁日了 至于血腥鼠魔 则是因为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林霄好不容易恢复到 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前期修为 实在不想再重新修炼 虽然这血腥鼠魔最起码 还能提升他两个小境界的战斗力 但那依然不是陈苍雄的对手 用了没多大意义 随着林霄释放蝶女之魂 就连嗜血鼠疫的威力 也瞬间暴增了 原本已经被陈苍雄除掉的病菌 竟然再度死而复生 对陈苍雄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此时的陈苍雄 最起码也得动用三成功力 去对付嗜血鼠疫病菌 否则 一旦被病菌感染了所有的血液 那他就是大罗神仙也活不了了 至于别的攻击 那倒是没办法恢复了 不过 林霄也不需要 现在的他 战斗力瞬间暴增 自然要趁着这个机会 配合嗜血鼠疫 对陈苍雄展开穷追猛打 不给对方回过未来的机会 还有两分钟 他已经能感觉到 远处传来了一个强大的气息 不管那来人是谁 肯定都是魔龙教的顶尖强者 就算是陈苍雄 也绝对不敢说吻音的 陈苍雄当然也感觉到了 这股气息加速扑来 他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哪怕不要活口 也不能把林霄留给魔龙教 但麻烦的是 现在的他 却被林霄压制了 林霄背后释放出 璀璨的七彩蝶翼 不仅身形优美 而且攻击强大 一剑接着一剑 让陈苍雄 不得不节节败退 该死 就因为轻敌 陈苍雄曾经告诉过自己很多次 不要轻敌 不要轻敌 但面对林霄的时候 他那傲慢的性格 依然是让他吃了大亏 他还是轻敌了 如果是别的敌人 即便是轻敌 他也应该能够很快扭转颓势 可是面对林霄 他竟然找不到逆转的机会 林霄仿佛早就拟定好了一套计划 每一个动作 每一招的施展 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恰恰能让他一直保持被动 无法动用权力 这家伙 应该还有压箱底的绝界 我得小心 陈苍雄见过林霄与子雷将军一战 他知道 当时林霄突然暴涨实力的绝技 与现在这种截然不同 这到底是什么武魂 到底为什么能够瞬间提升 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他不明白 非常困惑 不过他困惑也没用 林霄是不会给他想明白的机会的 战亲王殿下 对不住了 今天 你休想在我的身上 占到任何便宜 而我 却要在你身上 留下羞耻的印记 杀 虽然知道自己 就算现在 也不可能祭拜陈苍雄 但林霄却也同时相信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是能伤到对方的 尤其是对方 还无法施展 权力的情况下 先品二重天武技 黑仙将士 清通境界 经过了雷都的生死一战 林霄得到的 可不光是虚名 以及灵石 还有武技上的提升 黑仙将士 从小城境界提升到精通境界 威力变得更为恐怖 甚至比画境的暗影剑魔 更为可怕 用这一招来对付陈苍雄 那真的是太合适了 这一刻 林霄除了霸天宇宙 和血腥鼠魔 几乎再无保留 恐怖的招式 释放的同时 虚空中 一尊身穿黑衣的剑仙将领 带着匹敌一切的可怕剑气 要摧毁眼前的敌人 咔嚓 剑气撕裂了空间 瞬间变到了陈苍雄的身前 这让陈苍雄的眉头 几乎凝成了一股绳子 他太震惊了 也太郁闷了 更是感觉到窝囊得很 明明比对手强 却偏偏被对手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种屈辱 他从未有过 昔日 在黄极秘境之中 你随意便毁了我的除戒 或许在你看来 那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在我看来 那却是你 对我人格的羞辱 今天 我也让你尝尝 什么是被侮辱的感觉 林霄说话的时候 并未停止自己的攻击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 顺利进行着 他不会因为计划顺利 就得意洋洋 因为他很清楚 任何时候的轻敌 都可能会导致自己的万劫不复 这或许就是 弱者比强者 更不容易轻敌的原因了吧 陈苍雄感受着 林霄那一件的可怕威力 心中懊悔 却又忌惮 他能感觉到 对方这一件 能做到什么 那黑色剑仙带来的恐怖威压 竟然让他的身体 都动弹不得 再加上嗜血鼠疫的不断侵扰 让他痛苦不堪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4章 血雷王剑 雷剑 突然 陈苍雄爆吼了一声 天空之中 撕裂了一道缝隙 一把巨大的天雷凝聚而成的雷剑 从天而降 刺向了林霄 还有最后30秒 林霄抬头看了看那恐怖的雷剑 太极眼开始加速分析 这雷剑的威力 他不想避开 更不想抵挡 因为无论他做什么 都会让陈苍雄取得逆转的机会 那咱们就试试 谁的身体更为强烈吧 林霄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这一剑 依然是以不可阻挡的恐怖趋势 刺向了陈苍雄的咽喉 而天空中的雷剑 也同时落向了林霄的头顶 噗哧 林霄右手的八仙剑 直接刺穿了陈苍雄的右肩 左手八仙剑 则直接从陈苍雄的锁骨缝隙穿过 陈苍雄爆发出了惊人的惨叫声 而与此同时 林霄也遭到了雷剑的轰击 恐怖的惊雷落在他的头顶 他感觉自己的头发都已经烧焦了 不过 这个时候 被陈苍雄瞧不起的顶级雷电 暂提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几根烧焦的头发之外 雷电之力对林霄的伤害 基本可以忽略不尽 反而是雷剑导致的物理伤害 剑伤从肩膀一直刺入林霄身体之中 还好 两人都是战斗能手 在最关键的时刻 避开了各自的要害 不过即便如此 陈苍雄的伤 依然是比林霄的伤势更重 毕竟他的雷剑 只是仓促而发 林霄的攻击 却是蓄力一击 当然 即便是伤势不清 但只是锁骨和肩胛骨被刺穿 对于陈苍雄这个级别的高手而言 还真不算什么 问题在于 肉身上的伤害 远远比不上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打击啊 陈苍雄自入室轮回以来 就从未败过 他天赋出众 从入室轮回开始 就受到了王室的大力栽培 别说被击败 就算是受伤 也从未有过 但是今天 林霄不仅伤到了他 而且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三道伤痕 他感觉自己 已经被钉上了耻辱中 来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把林霄放在眼里 唯一担心的就是 魔龙城的顶尖高手出手 但是现在 林霄这个入室轮回之后 出现在小小羽化镇 明显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伙 竟然伤到了自己 而对方的真实修为 只有一转阴阳进十一层地狱前期 这让他的心情 如何能够平复 杀 杀杀 他也顾不上什么活口了 也不去管是不是要折磨林霄了 从这里离开之前 他要让林霄死 只有林霄死了 他才能够戏耍这样的屈辱 而正好这个时候 林霄的攻击也停止了 三十分钟已经过去 林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也算是稍稍松了口气 而且就算他想继续攻击 也施展不出更强的招式了 陈仓雄明显已经打算发难 手中那把剑 绽放出了属于地气的光泽 而他的身后 也浮现出了两个武魂 一个是血红色的闪电 与林霄的血雷一模一样 一个则是一把剑的样子 当两种武魂同时释放的时候 林霄就知道 这个陈仓雄 果然是个天才 随着双武魂释放 陈仓雄手中的那把血雷王剑 也真正解开了封印 绽放出了属于地气的光泽 释放出了属于地气的威压 从现在开始 林霄 我不会再对你有任何轻视了 而且 我也不会让你活着了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陈仓雄的眼中 透出了疯狂之色 生来就高高在上的他 却被一个下贱的家伙伤到 他高贵的身体被刺穿 每一次疼痛袭来 都让他整个人 感觉到无比的屈辱 林霄看着陈仓雄手中的血雷王剑 微微皱了皱眉 难道 自己必须得动用血腥鼠魔 和霸天武魂的最强力量 霸天宇宙了吗 他看向了远处 魔龙城的人 明明已经到了 可是却迟迟不肯出手 这是为何 他的心 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看起来 得想办法逃了 果然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他人 真的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死吧 林霄 血雷王剑 杀 就在此时 陈仓雄爆吼了一声 手中那把剑 在两大武魂的协助之下 释放出了一道巨大的粗壮的剑气 朝着林霄直刺而去 空气仿佛瞬间被压缩为虚无 这道剑气 快到让人连扎眼的机会都没有 恐怖的威力 更是一瞬间 引发了空气的爆炸 如果击中林霄 恐怕林霄就算不死 也得重伤不起了 你妹 这就是地气的威力啊 兵器武魂的所有者 还真是让人有点羡慕 林霄心里头清楚 陈仓雄为了杀他 并没有去酝酿什么大的招事 因为大招需要消耗时间 陈仓雄也担心魔龙城的人插手 所以才会直接刺出一剑 但地气就是地气 配合他的武魂释放出来的恐怖剑气 足以媲美仙品二重天的武技了 老大小心啊 小金加速扑了过来 可是那剑气实在太快 他也爱莫能助 别过来 林霄大喊一声 身形再度消失 纵地金光束 这是林霄之前 用来拯救魔龙使的招式 现在用出来 自然是为了避开陈仓雄的杀招 那一瞬 他的身体完全化作金光消失了 陈仓雄的剑气 击中了他方才所在的 那片土地之上 瞬息间 一个恐怖的大坑浮现 里面竟然还有血红色的雷电 在不断闪烁 还好修为提升了 不然用这玩意儿 根本撑不住 林霄松了口气 急忙返回到小金身旁 将小金收回到了兽界之中 他有纵地金光束 可以避开陈仓雄的攻击 但小金可没有 万一对方以小金为目标的话 那他可就点麻烦了 至于那魔龙使 他没打算再救 开什么玩笑 魔龙城的高手来了 他竟然还躲在一旁看热闹 他凭什么再去救那魔龙使 林霄避开了陈仓雄那很辣的一击 这让陈仓雄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小子 你真得是很让人意外啊 刚刚救下魔龙使的 就是这一招吧 我倒要看看 你能躲开我多少道剑气 他突然冷笑一声 手中血雷王剑 释放出了一股爆炸性的能量 足足数百道剑气 密密麻麻地封锁了林霄所有的逃避路线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5章 最后一波不惜代价的反击 忽然 陈仓雄瞥见了小金飞扑过来 小金竟然从兽界之中飞了出来 他要替林霄挡住这可怕的一击 兽界和储物界其实区别不大 只是更适合生灵居住而已 只要小金的希望足够迫切 就算不经过林霄的允许 也依然能够冲出来 毕竟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兽界而已 并没有加持太多的法阵封印 看到小金扑过来 陈仓雄的嘴角 溢出了一抹冷漠的笑意 竟然将刺出去的剑气 减慢了片刻 这种恐怖的控制力 也同时彰显出了他可怕的实力 他就是要当着林霄的面击杀小金 因为他发现在林霄眼里 小金并非一个小小的战宠 而是如同兄弟一般的存在 他想要林霄痛苦 如果直接杀了林霄 未免太便宜这小子了 反正就是片刻之间的事 魔龙教的人似乎并不打算立即动手 这也正好给了他机会 那数百道密集的解雷剑气 距离林霄还有十多米的距离 已经让他感受到了森然的锋芒 身体好像已经在被寸寸割裂 躲开的话 小金就会受到重创 我不能再让他为了我受伤 林霄咬了咬牙 他距离陈仓雄的距离更近 他的速度也比小金更快 豁出去了 兄弟可以为了你去死 你为何不能为了兄弟挡住这血雷剑气 更何况 这攻击原本就是冲着你来的 血雷剑气越来越近 整个天空都仿佛被染成了红色 林霄看向了远处那个魔龙城赶来的援兵 他知道 对方这是在试探他 好 既然你要试探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有被你救下的资格 血腥鼠摸 启动 伴随着林霄全身化为血红之色 原本蝶女之魂变身 竟然开始转化成血红的颜色 蝶女之魂变身并没有消失 血腥鼠摸让林霄在这个基础上 再度提升了两个小境界 此时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转阴阳镜十二层地狱后期 这种实力 让他有了可以直面陈苍雄的能力 虽然还是不敌 但最起码 不会死了 不过他心里头也清楚 这一次提升 足足六个小境界 虽然因为有了蝶女之魂的加持 但等他解除血腥鼠摸状态之后 修为也会直接从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前期 倒退六个境界 直接退到一转阴阳镜九层地狱巅峰 但他无怨无悔 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好兄弟死在自己面前 他太清楚对方这一次攻击的强大之处了 只要小金被击中 必然粉身碎骨 而他 并没有第二个身外化身给小金用 那一瞬 他挡在了小金身前 看到这一幕 陈苍雄明显有些意外 他这种人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兄弟之情 他根本不懂 陈苍雄明知道会死 为何还敢挡在小金身前的这种举动 在他眼里 这就是愚蠢 愚蠢的家伙 你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吗 罢了 反正杀了你 你那小宠物也活不了 他露出猙獰的冷笑 手上的血雷王剑 爆发出了更为惊人的力量 催动那上百道剑气 变得更为璀璨 凌霄的眼前 完全就是一片血红 其余什么也看不到了 自私自利的家伙 永远不会明白 这种兄弟之间的真挚感情 而且 你想杀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 凌霄抱吼一声 八口巨大的青铜光果 同时被他记了出来 虽然他知道 这意味着 他接下来将会承担巨大的负担 他的修为 不仅会倒退 还会被封印 但此时此刻 他只能这么做 对方太强大了 远不是他能抗衡的 虽然他用尽了各种手段 将自己的实力 攀升到了一个 别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但依然不是陈苍雄的对手 这思 不愧是个天才 绝顶天才 八口青铜光果 挡在了凌霄的身前 替他抵御着陈苍雄那疯狂的一击 蠢货 就算你使用的同样是地气 可是在本王面前 依然不值一提 兵器武魂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剑武魂 血雷王剑 何必 他抱贺一声 背后的剑武魂 直接融入到了血雷王剑之内 而后 血雷王剑的光芒 变得更加耀眼 恐怖的剑气 居然瞬间刺穿了第一个青铜光果 粉碎 轰隆 恐怖的轰鸣声响起 那口青铜光果 直接碎裂 紧接着 第二口青铜光果 也被刺穿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连续八口光果 全部被这恐怖的攻击粉碎 不过此时 陈苍雄的攻击 也已经软弱无力了 到了凌霄身前 便没了任何威力 凌霄心中无比心疼 这八口青铜光果 是他意外之中 从鬼老五层得到的 没想到 今天全部被毁了 陈苍雄 总有一天 你要用你的血雷王剑 来偿还我 凌霄稍微整斥了 一下自己的心情 此时的他 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是开始主动出击了 已经用了血腥鼠魔的他 现在不攻击 那就浪费了这提升起来的战力了 趁着陈苍雄就立刚去 心力还未产生的那一瞬 灵霄身体里突然间飞出了八条粗壮的锁链 这些锁链 依然是地气 虽然只是最低劣的地气 但依然拥有着地气的可怕威力 麻烦的就是 灵霄要承担的后果 也会更加严重 八口青铜光果 会封印他八十天的修为 八条青铜锁链 同样会封印他八十天的修为 对别人来说 一百六十天或许不算什么 可对灵霄这种资质的人来说 一百六十天无法突破修为 那后果将非常严重 只是灵霄既然用了 就不会多想 八十天也罢 一百六十天也罢 都无所谓了 大不了过后 想办法缩短时间 八条锁链飞腾而去 陈苍雄一时不察 竟然被锁链捆覆住 八条锁链上面 明文闪烁 陈苍雄一时间竟然无法挣脱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自己 竟然会被灵霄逼迫到这种程度 不 我是陈苍雄 我是非雕杀神 我不能办 万雷剑气 给我破呀 他疯狂怒吼起来 身体之中 竟然窜出了无数可怕的剑气 疯狂的剑气 开始不断撕裂封印他的锁链 他要解困 要释放自己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2696章 魔龙教教主 做我的徒弟吧 灵霄皱了皱眉 这个时候 可绝对不能再让陈苍雄 把他的八条锁链完全毁了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他直接冲了过去 任凭那万雷剑气 刺在自己身上 一把夺过了陈苍雄手中的血雷王剑 你毁了老子的青铜棺果 老子叫你的血雷王剑 不用以后 现在就是我的 你休想 那血雷王剑 已经与我神魂合一 凭你 根本不可能将我的神识抹去 陈苍雄大吼着 又有锁链被他崩断 灵霄夺过血雷王剑 根本不理睬陈苍雄的吼叫 念头一动 恐怖的猿魂直接窜入进去 请客间 就将陈苍雄 留在血雷王剑内的神识给抹去了 论灵魂力的造诣 陈苍雄拍马也赶不上他 不 陈苍雄吐出了一口鲜血 顿时脸色惨白 不 不可能啊 这一刻 他爆发出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终于将剩下的锁链完全崩断 不过 灵霄已经不心疼了 这血雷王剑的档次 比那青铜光果和锁链要好得多 抢到这玩意儿 绝对划算 死 你必须得死 陈苍雄的喉咙里爆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彻底被激怒了 就像是一条被射伤的熊 现在 你已经没了血雷王剑 还杀得了我吗 灵霄不懈地看向陈苍雄 该死的 只会是你 连灵霄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刻 他居然取得了优势 没了血雷王剑和剑武魂的陈苍雄 现在顶多战斗力 就是与他齐平而已 他还会怕对方吗 血雷王剑武魂 释放 灵霄曾经也有过兵器武魂 不过很久以前 就被他当成能量吸收了 那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兵器武魂的好处 今天他既然看到了 那自然要用 他不光是夺走了陈苍雄的血雷王剑 更是吞噬了陈苍雄的血雷王剑武魂 变成了自己的武魂 现在 他也可以用反品地气了 而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而且 只要是剑 在他手里头 威力都会大增 这就是兵器武魂的好处 就用这把剑 来了结你吧 灵霄举起了血雷王剑 冷漠地看着陈苍雄 死吧 同样的攻击 血红色的剑气密密麻麻 杀向陈苍雄 陈苍雄脸色大变 没想到 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自己瞧不起 甚至不愿意正眼看一下的武者 逼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 灵霄你记着 本王还会回来的 血雷 盾 陈苍雄也有保命的绝迹 否则的话 这么多年 他不可能屡次从魔龙教的追杀之中 安然无恙逃走 而这血雷盾似乎与灵霄的纵地金光树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还要更强一些 灵霄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苍雄 从他眼前消失 可惜了 灵霄叹了口气 觉得可惜 然而在其他人眼里 却觉得无比震惊 灵霄竟然将陈国第一天才陈苍雄击败了 杀得陈苍雄落荒而逃 这说出去 恐怕都没人会信 那个从魔龙城过来援助灵霄的人 也是震惊无比 甚至有些后悔没有早些出手 因为他也没有料到 灵霄竟然在最后时刻 还能够反败为上 这个人 正是魔龙教的教主陈不义 陈不义也是陈国王室的人 只因为早些年做了一些事情 被王室贬为庶民 并且流放到了这里 只不过这个家伙 拥有着与陈苍雄一般可怕的资质 而且比陈苍雄 还要早几十年入世轮回 所以他的实力 现在比陈苍雄 只强不弱 究竟强到什么程度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灵霄现在也看不透 陈不义叹了口气 没能让灵霄得到他的恩惠 这让他有些无奈 说实话 这些年 他一直致力于魔龙教的复兴 就是为了推翻陈国王室 但因为早年间被雷帝伤到根本 导致现在修为停滞不前 虽然这种修为 在陈国依然是绝顶 但他这一辈子 怕是再也没有提升的希望了 正因为如此 他一直都在寻找一个 可以继承他一波的人 虽然雷独城外 灵霄的表现已经非常抢眼 但今天 他还是想要最后试探一下灵霄 结果就是 他更加喜欢这个小子了 加入魔龙教 成为我的关门弟子吧 陈不义来到灵霄身前 开门见山地说道 可以 灵霄也很直接 反正在玄界 一个舞者 拥有的师父 并不限于一个 就跟灵霄记忆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那里的学生 从幼儿园到大学 可以拥有许多老师 只要不忘记对自己好的人 便不会被妥气 这跟被人当他当儿子 可不一样 更何况 灵霄能够感觉到 陈不义很强 能够让他变得更强 在整个陈国 要说能够保住他不被杀死的 恐怕也就是这个陈不义了 而且他还能看出来 陈不义对于一个好徒弟 非常迫切 以自己的资质 成为陈不义的徒弟 过不了多久 便可以将这魔龙教教主的 全部本事学到手了 虽然他对陈不义 多少有些不爽 这家伙明明早就来了 却不肯出手救他 但这点小事 他不会挂在心上 只要陈不义真正把他当徒弟一样对待 他便会把对方当成师父一样看待 更何况 灵霄这一次来魔龙教 为的就是加入魔龙教 学习魔龙教的经典武学 有陈不义引路 那会更好 总有一天 老子会再度军陵雷都 到时候 不管是陈苍雄 还是什么狗屁雷帝 雷尊 都要在我的脚下哀鸣 我要让整个陈国 成为我灵霄的领地 这就是为什么 灵霄不愿意逃出陈国的根本原因 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蚕食整个玄武大陆 这就是他的既定策略 当然 这样的想法 他不会告诉陈不义 因为他现在并不信任陈不义 他相信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 或者坏人 王氏卑鄙无耻 但依然有陈苍芒那样的性情中人 魔龙教外界传言 作恶多端 实恶不赦 但肯定也有不错的人 而一个人是好是坏 其实更难分清楚 不是电视上 给个标签就可以的 真正的人 非常复杂 陈不义的风评可不怎么好 传闻这丝心狠手辣 形势非常残酷 这一点 灵霄是信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7章 危机解除 有个教主 师父真好 不过另外传闻陈不义 喜欢烧杀掳掠 抢抢名女 这让灵霄就有些怀疑了 虽然陈不义透着一股子邪恶的气息 但这丝应该不是那种眷恋女人的人 灵霄相信自己的眼光 当然 对方究竟怎么样 还得慢慢看 正所谓 陆瑶之玛丽日久见人心吗 反正他灵霄又不是提谢母 他有自己的主见 此时 陈不义也看着灵霄 心中颇为惊讶 别人都嫌成为 他陈不义的徒弟 会被耻笑 会被辱骂 会被非议 但灵霄竟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这小子 究竟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算了 管他呢 只要能继承我陈不义的一波 毁了陈国王室 他爱怎么就怎么 想到这里 陈不义也释然了 灵霄跟他一样 和陈国王室有仇 而且 资质绝对比那战亲王陈苍雄还要恐怖 又愿意成为他的徒弟 用不着强行收徒 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好 好 世人都畏惧我陈不义 讽刺我陈不义 但你却愿意拜我为师 我很高兴 这些日子 你的那些丰功伟绩 一件件 一桩桩 都被我的属下 送到了我的案板上 但毕竟耳听为虚 今日我见 你在绝对不可能取胜的这场战斗中 最终翻盘 还抢了那陈苍雄的血雷王剑 便不再怀疑你的资质了 哈哈哈哈 陈不义仰天开怀大笑 他当然高兴 因为他的修为 永远止步不前的缘故 现在魔龙教内部 也有人开始 对他的位置寄予起来 这些他都知道 但却没有办法 没有一个合格的传人 就算杀了那些人 这座位迟早还是别人的 不是他的 也不是他的传人的 师父若以诚心待我 我必以诚心对你 林霄知道这番话 说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但他必须说 他得告诉陈不义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果然是直性子 这样便好办了 本座也厌烦那些 整日勾心斗角之辈 陈不义笑道 但你以后入了魔龙教 还是要尽量多几个心眼的 魔龙教规本座不假 但总有些萧小之人混入 要提防他们对你下黑手 师尊放心 徒弟我不会害别人 但别人若是害我 我定然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林霄这话是回答 同时也是警告 他既然拜陈不义为师 就打算遵师重道 所以 不希望陈不义 对他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逼得他逝师 那绝非他所愿 而且 林霄其实还是挺感激陈不义的 尽管陈不义来了之后 没有出手 但他心里头明白 若非陈不义到来 陈苍雄不可能在攻击的时候 畏首畏尾 他还真未必能够翻盘 再说了 血腥鼠魔这一招一旦释放 对他而言可是消耗巨大 一旦内力不济 他真就会死了 可观上来说 陈不义还是帮了他的 他并非忘恩负义之辈 这一点他心中自然清楚 而且此时 他已经解除了血腥鼠魔 和蝶女之魂 他的修为降到了一转阴阳境 九层地狱巅峰修为 陈不义还愿意收他为徒 光是凭这一点魄力 就非常人所能及 好 你有这份心思 为师也就放心了 走吧 为师这就带你前往魔龙城 路上 我会把魔龙骄的一些事情 详细告诉给你听的 对了 你救下的魔龙屎陈鸾 那是本座的义子 你现在修为下降厉害 恐怕会有危险 本座也不可能随时守在你身边 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直接找陈鸾 他一定会帮你的 陈不义看了看那魔龙屎说道 林兄 我陈鸾这条命 都是你给的 以后有什么麻烦 尽管来找我 陈鸾急忙说道 不管是出于报恩的打算 还是出于对陈不义的忠诚 陈鸾都愿意保护林霄 那就多谢陈鸾大哥了 林霄拱了拱手 表示感谢 的确 以他现在的实力 要去魔龙教 他是肯定要被欺负的 毕竟任何宗门都是这样 你实力不济 都会被欺负 除非你有个大靠山 师尊不问问 我为什么突然间修为大增 现在有修为大将吗 林霄突然问道 哼哼 虽然我很想知道 但你不说 为师也不会逼你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秘密 为师也是一样 等你想说的时候 再说吧 为师只问你一句话 需不需要我帮忙 陈不义笑了笑道 他既然已经决定 将林霄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来继承他的一波 就不会再有丝毫怀疑 就算最后真得知道被人骗了 那也是他活该 但现在 他绝不会再怀疑林霄半分 正所谓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选徒弟也是一样 不信任林霄 他就不会选择林霄 其实林霄吸引他的 可不仅仅是那出色的资质 事实上 还有那让人感动的兄弟情义 小金可以为了林霄去死 林霄也可以为 而来小金两肋插刀 试问这种人 会背弃自己的师父吗 臣不义不相信 还真有些事情 要师尊您帮忙 林霄笑道 弟子有一个单方 可以缩短修为封印的时间 但这个单方中 所需一味药材 必须得是一星十二层 地域巅峰实力的 血痰巨蟒的 一星十二层地域巅峰实力的 血痰巨蟒 其实并不容易对付 就算是臣不义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将其击杀 但既然徒弟提到了 自己也有一定的把握 那自然得试试 如果不愿意为徒弟做事 那徒弟又凭什么为你做事 多谢师尊 臣不义答应如此干脆 的确让林霄大声好感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感 甚至感情 那都不是平白而来的 哈哈 谢什么 你是本座的徒弟 本座里应帮你 说句话 不怕你奸笑 我魔龙教中 虽然也是天才众多 但像陈苍雄那样的爵士天才 却一个也没有 这让我们魔龙教 在与陈国王室的较量之中 处在了下风 这些年 为师一直都在寻找 可以倾尽全力 传授我所有武学的人 但直到今天 才找到了你 所以 为师对你的重视 你完全不用怀疑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8章 黄天剑与魔龙剑 陈苍雄内思 可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气馁的 那小家伙为师也认识 甚至曾经还动过心思 强行任他做徒弟 只不过那小子 心思太过歹毒 也太过贪婪 得到了为师赐予的血雷王剑 还学走了为师的血雷盾 却帮着他父亲雷帝重伤为师 若非为师运气不错 躲过一劫 恐怕今日已经是死人了 说到这里 陈不义重重地叹了口气 为师说这些 是为了告诉你 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次运气好翻了盘 就开始懈怠了 徒儿明白 凌霄点了点头道 魔龙教他不清楚 但陈苍雄那家伙 的确厉害 尤其是经历了这一次的失败之后 相信陈苍雄 还会白齿干头更进一步的 天才之所以是天才 不仅仅因为资质出众 更因为他能够在经历失败之后 变得更强 陈苍雄以前的日子太顺了 一直没有经历过失败 这一次的挫折 如果能够扛过去 必然会变得更加可怕 所以 凌霄绝对不能懈怠 他一旦懈怠了 那么下一次遇到陈苍雄 倒霉的就是他了 返回魔龙城的路上 陈不义告诉了凌霄更多有关陈苍雄的事情 看起来 这陈不义对于陈苍雄欺瞒他 背叛他 还是耿耿于怀的 方才说了 那小子的雪雷王剑是本作次的 既然你已经得到 那便归你了 不过 为师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陈国王室之中 还有一件至宝 虽然同样是反品地器 但在这个品阶之中 却属于最顶尖的 比雪雷王剑好得多 竟然还有比雪雷王剑更好的兵刃 陈苍雄会得到吗 凌霄皱了皱眉道 他本以为抢走了陈苍雄的雪雷王剑 便等于折断了那家伙的獠牙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当然有 那把兵刃名为黄天剑 一直被供奉在王都深处 只有雷帝当初对付我的时候 用过一次 之后便再为出巧 相信陈苍雄一定会得到这把剑的 因为他是陈国王室这么多年以来 最杰出的天才 陈不义凯探道 一旦他得到了那把黄天剑 你想以雪雷王剑与其抗衡 就有些难度了 除非你的实力比他更强 魔龙教竟然没有能够 与黄天剑抗衡的兵刃吗 凌霄问道 有 但只有教主才有资格配备 那是陈国唯一可以与黄天剑抗衡的兵刃 是一把魔剑 为魔龙剑 魔龙剑 凌霄心想 恐怕自己得到黑仙剑与黑魔剑 也无法与这魔龙剑抗衡吧 如果得到这魔龙剑 对上陈苍雄 便不会在冰刃上输了 用不用 先不去说 但这种可以当作杀手锏的宝贝 是一定要先弄到手的 师尊 如果徒儿想要得到魔龙剑 该怎么办 凌霄问道 陈不义叹了口气道 不怕你笑话 我创建魔龙教 便是请了魔龙剑相助 才成功的 但之后 魔龙剑便自行回到魔龙山中 那魔龙山雄伟且极度危险 就算是为师想要得到此剑 也几乎不可能 但如果有杰出的弟子 可以得到魔龙剑的承认 也是有机会得到这把魔剑的 怎么做 凌霄直接问道 很简单 首先要成为魔龙教上位弟子 臣不义达到魔龙教弟子 分为下位 中位和上位三个层次 下位弟子 修为躲在一转阴阳境九层地域修为以下 最强者 跟你现在的修为差不多 中位弟子 修为介于一转阴阳境十层地域 到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域中期 而上位弟子 修为则都在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域后期之上 你要成为上位弟子 光是成为我的关门弟子 还不行 一定要达到那个修为标准 即便是本作 也不能逊私 这个没问题 凌霄点头道 对他而言 修为达到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域巅峰 都不是问题 只要臣不义 能帮他搞到那巨蟒的妖兽金河 他就可以开始炼丹 解除修为封印 先不要着急应成 你要明白 就算成为了上位弟子 想要前往魔龙山 也必须得成为最强的上位弟子 在所有上位弟子之中 有几个人资质也是非常出色的 虽然或许不及那陈苍雄 但依然是绝对的佼佼者 其中三个 修为都达到了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域巅峰 还有一个正在闭关 如果成功 那么将会突破到一转阴阳境十二层地域修为 届时 恐怕你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师尊 要看修为 还是看战斗力 灵霄问道 只要你成为上位弟子 接下来的事情 自然都是要看战斗力的 前往魔龙山的名额只有一个 都是要通过战斗来决出的 臣不义道 那就没问题了 灵霄连陈苍雄都能差点击败 更何况不如陈苍雄的人 虽然他现在修为下跌很大 但这只是暂时而已 没问题 你就那么自信 臣不易笑道 只要师父您老人家 能帮我解决那巨蟒夭和 我保证 不出一个月时间 我的修为就能达到上位弟子的要求 灵霄自信满满地说道 没必要那么着急 你的时间还算宽裕 距离魔龙山名额选拔 还有整整一百天的时间 在这一百天时间里 你只要能达到要求 就足够了 陈不义笑道 对于灵霄的自信 陈不义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兀 灵霄与陈苍雄一战 他是亲眼目睹的 这小子的强大 令他印象深刻 别人说一百天时间 从一转阴阳进九层地狱巅峰修为 晋升到十一层地狱巅峰 修为他肯定不信 但灵霄说的 他信 一百天嘛 会更加充裕 灵霄稍微松了口气 他其实有时候 会适当控制一下修为的突破速度 那是为了在每一个境界都更加稳固 如果加速突破 他相信自己一个月时间 就能达到一转十一层地狱巅峰修为 但那样得到的修为 会留下隐患的 还是适当给自己一些充足的时间会比较好 前面就是魔龙城了 你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 不要以为成为本座的关门弟子 就可以作威作福了 如果你那么想 便大错特错 陈不义突然停了下来 脸色骤然变得严肃起来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699章 抵达魔龙城 虽然魔龙教是本座创建的 但如今 本座对这个宗门的控制力 却越来越弱了 现在的魔龙教 有两位副教主 还有三位宗老 都在基于本座的位置 恰恰他们的弟子 都比本座的弟子出色 本座就收了一个陈苍雄 结果还被背叛了 导致了后来重伤很久 这才给这些家伙可乘之机 你一旦加入魔龙教 要直接面对的 就是他们的鸣枪案件 如果怕 现在就放弃 我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普通的魔龙教弟子 陈不义看着不远处巍峨的魔龙城 与众心长地说道 没那个必要 灵霄直接摆了摆手道 据我所知 一般自称为魔的舞者 做事都比较直接 以实力来论尊卑 只要我比他们都强 就可以了吧 反正这样的事情 我经历过许多次了 从来没有成功 是可以没有失败伴随的 谁想对付我 来便是了 我既然答应成为你的弟子 自然要继承你的仇合恩 说得好 陈不义因为曾经被人背叛过 所以他对一名弟子的忠诚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一直以来收不到徒弟的原因 现在 灵霄已经符合他这个要求了 而且 灵霄的资质 绝对不俗 他很庆幸 自己有生之年 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徒弟 说明他陈不义的运气 还没有用完 既然你不愿意放弃 那么此时此刻 本座就正式收下 你这个关门弟子 记住了 你是本座收的第二个弟子 另外一个 你知道 就是陈苍雄 只不过 他曾经用过假名 不提也罢 除此之外 本座还有几个一子一女 陈鸾是最出众的一个 但他年纪有些大了 远远无法跟那些天才相比 其余一子一女 实力都不如他 自然更无法与尚未弟子之中 最杰出的几个相比 所以 你一旦成为上位弟子 想要人帮衬 那就比较难了 陈鸾他们 只能帮你到中位弟子 这已经足够了 林霄笑了笑道 他当初进入八仙山的时候 也得到过贵人相助 但之后不久 就是他在帮助别人了 他很明白 陈不义现在的处境 堂堂魔龙教教主 陈国第一高手 连雷帝都要忌惮的人物 可在魔龙教内部 却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传人 而无法开怀 弟子被判 义子义女们 又不争气 他虽然 也曾以教主的威势 给过自己的义子义女们 一些更好的资源 也做过那护短的事情 不过魔龙教 毕竟是个大宗门 再加上两位副教主 和三位宗老沆瀣一气 他不得不考虑影响 弟子们的事情 自然插手不能太多 否则的话 魔龙教内部 就要兵戎相见了 灵霄 你还要记住一点 你所需要的资源 为师 可以尽量给你提供 为师毕竟是魔龙教教主 这点特权还是有的 但弟子之间的争斗 只要不伤及性命 为师一般是不可能出手的 你可明白 陈不义停下了脚步 他觉得有些事情 还是要提前给灵霄说清楚的好 明白 师尊一旦出手 那三大宗老 和两大副教主 肯定不会答应 他们也会出手 如此一来 魔龙教内乱 便会给陈国王是机会 灵霄点头道 果然如此可教也 为师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陈不义哈哈大笑道 这样 你先随陈鸾一起去魔龙城 为师帮你去弄那巨蟒腰盒 说完话 他竟然直接转身就走 兴许是太高兴了 灵霄想要喊住他 都没能出声 自从跟随义父之后 我还是头一次 见到义父如此高兴 陈鸾欣慰地说道 看得出来义父对你 真得是非常器重啊 别的话 我这个粗人也不会说 只希望你能真正好好念着 这仕途之情 别像那陈苍雄一样 让人心寒 陈鸾大哥放心 只要师父对我好 我灵霄是知恩图报之人 灵霄重重点了点头道 好了 走吧 我带你们去魔龙城 陈鸾听了灵霄的话 非常高兴 随即便带着灵霄和小金 来到了魔龙城大门之前 魔龙教在这里修建的魔龙城 透着雨雷都完全不一样的气息 似乎每一个棱角都那么猙獰 当真有一种魔门的感觉 魔龙城的四个城门之上 都有猙獰的魔龙雕塑 以灵霄的眼力 自然知道那些雕塑绝非凡品 而是蕴含有奥妙无穷的法阵的 虽然未必有实觉症那么厉害 但如果有人想要攻打进来 那还真不容易 好 就在此时 忽然一声妖兽的嘶吼传来 引得魔龙城外许多人纷纷侧目 灵霄也看了过去 发现来的是一头毛色唇白的巨熊 巨熊的头上 坐着一个年纪并不是很大的少女 约莫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少女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衫 犹如小公主一般美艳动人 好家伙 那可是一星石层地狱前妻的雪熊啊 这少女竟然能以这种妖兽为座器 那她实力一定更加不俗了 是魔龙教中尉弟子吧 说话的这些都是魔龙城的百姓 别以为魔龙教就是什么龙坛虎穴 其实魔龙教以魔龙城为根据地 而魔龙城的构造 跟雷都也差不多 除了魔龙教众人所居的魔龙宫之外 还是有很多闲人的 如今看热闹的 有商人 也有来魔龙城冒险的舞者 这些人看着那少女 都有些羡慕 毕竟能成为魔龙教中尉弟子 这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旭 你回来了 就在众人的目光集中在少女身上的时候 远处又赶来一人 此人胯下坐着的 同样是一星十层地狱 前妻十里的妖兽 只不过是一头猛虎 据说魔龙教只要成为中尉弟子 都会给配备做起的 最差的就是这种 可对中尉弟子而言最差 对旁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奢侈了 要知道 一头一心十层地狱 前妻十里的妖兽 那甚至比一转十层地狱 前妻修为的舞者 还要强大一些 这种十里的舞者 放到陈国任何地方 那都属于绝对的强者 能以这种东西来当坐骑 如何能不被人嫉妒啊 魔龙教果然不愧是能够与陈国王室抗衡的势力 的确有些分量 看到这一幕 林霄也对自己选择 来到魔龙城更加满意 他相信自己在这里 一定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0章 城门外的冲突 林兄说笑了吧 你那战宠放出去 他们都得仰望 一旁陈鸾摇头苦笑 他说的自然是小金 小金的修为 目前可是一转阴阳进十一层地狱中期 这等可怕的实力 只需一爪子 便能把那些所谓的厉害妖兽给抓死吧 陈鸾大哥不要误会 小金是我的好兄弟 可不是什么战虫 更何况 我来魔龙教是为了提升实力的 可不是来盘比的 没必要 林霄笑了笑道 本来只是一句谦虚的话 可偏不巧被那骑着白熊的少女柳旭听到了 柳旭不屑地看了林霄和陈鸾一眼 讽刺道 陈鸾师兄 不知道又从哪儿 撈来了这么一垃圾货色 难道咱们教主 又要收养一则吗 可惜啊 这些废物 都是不成才的祸 哈哈 柳旭妹妹这话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要说 咱们魔龙教谁闹的笑话最多 那还真得看教主的那些义子义女呢 对了 最近好像还收了个叫黑夜无形的义胸 可惜更是的垃圾 那修为 简直不能看 连咱们下位弟子 都不如 旁边那个骑着猛虎的男子 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非常得意 本来林霄对他们的话 根本毫不在意 毕竟这世上 白痴太多 你跟每个白痴都生气 那还不得气死啊 然而 当他听到对方口中说出黑夜无形这个名字的时候 不由的就愣了一下 陈鸾大哥 那个黑夜无形 可是从八仙郡城逃出来的 林霄急忙问一旁的陈鸾道 不错 他曾经与教主有过一些渊源 来到魔龙城的时候 几乎已经活不成了 但嘴里边还一直喊着 让我们去保护一个人 只可惜 当时他口齿已经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就没听明白 直到现在 他还昏迷不醒了 每日只能以临时维持生命 真是可怜 陈鸾叹了口气道 林霄心中颇为感慨 因为他知道 黑夜无形让魔龙教教主去救的人 应该就是他 他之前还困惑呢 黑夜无形 为何在他占领了八仙郡城之后 还不露面 现在他明白了 原来对自己有着大恩大德的恩人 此时还在昏迷之中 陈鸾大哥 可否带我去见他 林霄急切地说道 哼哼 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废物就喜欢找废物 那年轻男子又笑着说道 林霄的脸色有些阴沉 不过此时 他担心黑夜无形的安全 就没去理会那丝 郑泉师兄 何必跟一个废物白费唇舌 走吧 咱们进城 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呢 柳絮觉得 今天遇到了个闷葫芦 很是没去 本来还想故意找茬呢 现在看起来 没理由了 陈鸾的脸色 有些难看 没想到连这些中卫弟子 都赶不给他面子 看起来他的义父陈不义 在魔龙教中的微信 似乎在不断下降了 尤其是这一次攻打雷都的过程中 他义父亲自出马 也没讨得了好处 魔龙教内更是传起了各种疯年疯语 原本只是教中上尉弟子 敢对他和其余陈不义的义子义女们不敬 没想到现在 连中尉弟子也敢这么干了 若非义父陈不义有命令 不得闹内讧 他恐怕已经出手教训这两个货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灵霄道 你想见黑夜无形 我带你去 他静止朝着城门方向走去 然而城门守卫 却将他们给拦住了 我是魔龙使陈鸾 陈鸾取出了自己的腰牌说道 魔龙使请进 守卫看了令牌 就没难为他 然而轮到灵霄的时候 几个守卫 却将他给拦住了 没有令牌 没有魔龙卡 不得入内 他是跟我一起来的 是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 立即放行 陈鸾皱了皱眉道 几个守卫一听这话 立即就要放行 然而一个声音在这个时候 从里面传了出来 好像 你说他是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 他就是啊 有何凭证 声音的主人 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 这也是魔龙教的主题色调 此人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实力却不弱 感觉应该属于中卫弟子中 比较强大的那种 否则的话 恐怕没有资格在这里要我喝六的 柳妍 陈鸾皱了皱眉 这个柳妍 可是第三宗老的亲孙子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陈师兄 抱歉了 师弟我也是按规矩办事 不要难为我 柳妍看着陈鸾 虽然嘴上说得客气 但眼中却透着几分讥讽 看起来 魔龙教教主在这些弟子心目中 并不怎么可怕 区区中卫弟子 垃圾一样的存在 竟然也敢质问魔龙使 怀疑教主 不等陈鸾说话 灵霄便大声说道 陈不义 现在是他师父 有人不给他师父面子 更是羞辱他的恩人 黑夜无形 他已经够能忍了 但有时候 忍耐 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必须得让这些人 看看他的厉害 你放肆 敢跟柳妍师兄这么说话 郑全跳着脚大骂道 你才放肆 老子是魔龙教教主 陈不义的关门弟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么说话 灵霄看向了郑全 脸色阴冷 他已经给这小子面子了 刚刚都没说什么 可这小子 现在还敢挑出来 看起来真得是老虎不发威 都当他是病猫啊 郑全 你可听到了 这小子 似乎根本不怕你呢 作为一名中尉弟子 你难道就甘心这样被他辱骂 那个叫柳妍的年轻舞者 淡淡看着郑全说道 他似乎根本就没兴趣 出手对付灵霄 因为在他眼里 灵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让他提不起丝毫性质 这当然是因为 他不知道灵霄的名字 不知道灵霄的身份 否则的话 恐怕他也不敢如此放肆 放心吧 柳妍师兄 您地位崇高 懒得跟这小子计较 但我可受不了这小子的侮辱 敢对我如此出言不逊 那便是对三位宗老出言不逊 是对魔龙教不敬 我一定会好好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害怕 话说到这里 郑全突然身体前倾 跳下那猛虎 然后挥起手掌 就朝着灵霄的脸上打去 这一巴掌 力道可不小 隐隐竟然可以听到 静风呼啸的声音 这哪里是巴掌 分明就是 要把人打傻了 本章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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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